那房间的地板上 铺着炉席 陈旧的一股煤气了 老鼠从洞里钻出来 大胆地跑来跑去 寻找食物的碎屑 它们的眼睛 乌溜溜地 亮得同珠子一般 水淋淋的石头墙壁 蒙上了一层绿油油的青苔 青苔里面 深深嵌着一些粗大的铁环 铁环上挂着一些沉重的锁垫 硬板床铺靠墙排列着 像在营房里一般 时间虽不过棒舞 里面已经黑暗了 还幸得点着一支蜡烛 否则更要黑得对面不见人 但那蜡烛也只闪着一点幽暗的微光 仿佛受着那臭气的压迫似的 这是新开门里的关押室 关的是一般初来的犯人 要等出了代价才得搬到较好的地方去 房间里关着四个女人 通通都坐在那里 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非常沉静 一个是户记会的年轻女教徒 浑浑沉沉穿着一身黑 一条上过江的白领 勾着镜根 一顶麻纱软帽盖着头发 她一丝不动地坐在那 凝神看着自己的双脚 跟她对面坐着的是个中年妇人 样子像我们天天在街上看见的那种 挽着篮子上菜市场买菜的主妇 和她离开不远 积聚着一个凶悍的懒腹 眼睛瞪视着别人 一只嘴角掀起一个依稀的冷笑 她的脸上和胸口上都长着很大的烂窗 不时吭吭吭的大声咳嗽 仿佛连五脏都要咳出来 第四个女人就是琥珀了 她穿着大衣坐在那里 一手牢牢抓住放在怀里的鸟笼 一手插在她的手笼里 她在那个发霉的猪圈里 看去仿佛完全不相配 因为她的衣服虽经两个星期之前 大雨啄过 稍绝不光彩 材料却是很好的 样式也非常入食 谭妮女士给她做的那件衫子 是黑天鹅绒的 里面衬着一件挺硬的靠身 是红白条纹的断料 低领口上和胖袖口上 都镶着纯白麻纱的细边 她的丝袜是星红色的 她的阔头鞋子是黑天鹅绒的 手里还拿着活皮的手拢 手套 扇子和面具 她到那里大概一个钟头了 却觉得已经很久很久 因为直到现在 还不曾有人开口说过话 她的眼睛不安地四面飘荡着 向黑暗里不住搜索着 然后渐渐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从她的头顶 脚下 四周围 到处都传来了 依稀恍惚的叫喊声 声吟声 尖叫声 咒骂声和谈笑声 她将那主妇模样的女人看了看 然后看看那个女教徒 没了 看到对面那个西藏的懒妇 见那懒妇也正拿一种 泼汗和傲慢的眼光在看她 仿佛觉得她很好玩似的 这 是监牢吗 琥珀终于向她问道 因为其他两个女人 都好像没有意识到 她们自己在哪里 那懒妇继续瞪着眼睛 看了琥珀一会儿 然后大笑起来 随即开始大咳 咳得将手摁在了胸口 终止咳出一大口血痰 这是监牢吗 她终于模仿古珀的口气 重述一遍道 那么你还想她是什么呢 总不见得是白宫吧 我的好太太 她说话有力而粗鲁 声音如同哭一般 仿佛早已活得不耐烦了 我是说监牢都在这里了吗 哦 天 不是的 她有气无力地 抬起一只臂膀来摆了摆 听见吗 我们的头顶 脚下 四周围 都是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她骤然问的 哼 我们从来不曾会过面了 她的话带着点讥讽 可是她已经疲倦不堪 无力再怀恶意了 被欠债 琥珀说的 原来 陆甲他们走了的第二天早晨 琥珀醒来 觉得伤风得很厉害 喉咙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可是她倒巴不得有病 因为她那时正一筹莫展 病倒了 倒可以暂时不去想她 她的衣服通通都光了 就只剩身上穿的一套 钱是已经一个便士也没有 所以还能点卖的财产 就只有她的结婚戒指 向上围的一串猪耳 一幅珍珠耳坠 和伯露从市场上买的那对耳环 此外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陆甲偷去了 连她拿来跟她讲和的那只灼头 以及伯露买给她的一把银饼牙刷 也一并被她卷走 当时 琥珀躺在床上 咳嗽着 捏着鼻子 觉得浑身骨头都在发痛 脑袋里面仿佛塞满了棉花 她发起愁来 知道自己上了人家的当 又知道她们对她串的这一套把戏 一定是自古以来人家串烂了的 她又知道自己是个乡下女孩子 一张嘴关不牢 以致向着木鸡 自己走进她们的圈套 现在她别无可以自卫的地方 只想她们也差不多一样受了她的骗 因为她现在已经明白 陆甲确实把她当作一个遗产继承人 才来跟她结婚的 此番之走 就是为了她们已经发觉自己的错误 到了陆甲走后的第三天 她房间外面的穿堂里 就挤满了讨账 大家都逼着问她要钱 她裹着一条背头走到房门口 告诉她们说 她的丈夫已经逃走了 她没有钱还她们的账 那些讨账的就鼓操起来 恐吓着要去告状 末了她就不再跟她们打话 只含嚷着叫她们滚开 所以今天早晨 巡捕就来了 叫她穿好了衣服 把她带到新开门 据那巡捕告诉她 她要等到唐七才审问 如果审出来确实欠债 那就要关在新开门里 等债还清才可以出来 为欠债 那个主妇模样的开口道 我也是为欠债来的 我的丈夫死了 亏空人家一磅六 一磅六 琥珀嚷的 我欠的是三百九十七磅呢 她觉得自己为了这样的巨款 而入狱竟有些自豪了 但这感情立刻就被浇灭 那么 不等她们拿一口木箱 将你送出去 你是初步到这里了 你这话怎么讲 我本来是有钱的 我的钱本来不止这点 可是我的丈夫把她都卷走了 要是他们捉住她 我是可以把她拿回来的 她想要说的 自己很有把握的样子 可是那女人的话把她吓坏了 因为关于伦敦办的这种案子的谣言 她已经听见不止一次了 那个女人笑嘻嘻地从墙壁上抬起身子 走到琥珀这边来 带来了一股臭气 琥珀不住地将鼻子扑扑地吹着 她站在琥珀身边 低着头将她看了一会儿 脸上的表情一面是妒忌她的美貌青春 一面却不怀好意地嫌恶她的天真和太有把握 然后她在琥珀旁边坐了下来 我叫灯莫尔 你是哪里人 亲爱的 你在伦敦 还不长久吧 是不是 我在这儿 已经七个半月了呢 琥珀倔强地反驳她道 因为人家把她认作一个外来人 她老是觉得失面子似的 我本来是恶赛人 她叫柔和的补充的 哦 现在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这么装模作样 骚太太 我想 像你这样一个上过人家当的人 总得有个把朋友商量商量 至于你在这儿 大概马上就得请教人了 哦 对不起 我可是 对你讲老实话吧 邓太太 我在这样一个老鼠笼里边 想来是要发疯的 这叫我怎么办 我 我非得离开这里不可 我快要养孩子了 真的吗 她像不以为奇 也不觉得多大关切的样子 那新开门里 养孩子也不是你第一个 相信我吧 你要知道 亲爱的 看样子 你是永远不能离开这里了 所以 你听我的话吧 也好省得你也许多麻烦 永远不能 琥珀发狂刺的嚷嚷道 可是 我要呢 我非走不可 我不要她在这儿 他们不能把我关在这里 那邓太太似乎觉得厌烦了 便不顾琥珀的抗议 把她正开口说的那番话 说了下去 你得拿点油水给老头婆 一边换个好些的所在 再花些油水 换服轻些的锁链 就连你要在这里呕吐 那也是非花些油水不可的 如果 你把那幅猪耳坠给了我 这套事 我就给你一一想烦了 琥珀听了 吓得嘴都合不拢 不由往后稍稍退缩 那不成 这是我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你啊 因为 亲爱的 你如果不给我 反正老头婆要来拿去的 你放心 我绝不会偏 你把那耳坠给了我 她的价钱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半 她瞪瞪眼睛 对琥珀耳朵上端详了一会儿道 我就把在这里过会儿的烦告诉你 我是在这里待惯了的 老实告诉你吧 拿来 快点 免得等他们来 臭 琥珀瞪了邓太太好一会儿 脸上显然献出了不信任她的神情 可是 末了她下了决心 以为拿一副耳坠去买一个熟悉这怪地方的朋友 也是很值得的 她就从耳朵上炫下那两颗猪耳 将它丢进了邓太太伸着的手掌里 邓太太立刻将它塞进了胸衣 然后又将脸朝着火泊 现在亲爱的 告诉我 你身边有多少钱 一个字都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 我的天 那么你怎么想过过呢 这新开门可不是为了救济人而开的 什么东西你都得给钱 而且价钱都很贵 我可不给 因为我一个钱都没有 她的这种非常老实的口气 又使得摩尔大声咳嗽起来 可是咳了一阵也就停住了 然后她抬起臂膀擦擦嘴上的唾沫 我看你年纪还轻 不要装作 已经脱离家庭的样了 你的家 现在在哪儿 在饿塞吗 我劝你 不如向家里去求救兵吧 琥珀听见这话 便又变得倔强起来 垂下睫毛 防卫着自己 我不能 就是说 我不要 他们不愿意我结婚 可是我 不要紧的 亲爱的 我想 你的难处 我已经很明白了 你发觉自己有了孩子 这才离开家庭的 现在 你那乡口又已经把你丢掉了 伦敦这地方 对于这种事情 是看得蛮不在乎的 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烦恼 谁还去管人家的屁事 我可是结过婚的 琥珀抗议道 因为既然为了要做一个正派女人 弄到这不田地 他就绝技要装正派女人到底了 我是甘太太 甘露家的太太 我这结婚戒指可以说明的 说着 他拉去了左手的手套 将手请到摸耳鼻子下去看 是的 是的 可是天 亲爱的 你是结过婚的也好 是个结过四十个男人的婊子也好 我可管不了这许多 从前 我也红过一时的 现在呢 弄得这么一塌糊涂 没有一个男人 再肯要我了 他暧昧地笑了笑 耸了耸肩 眼睛称势在空中 想起了自己的种种失望 竟把目前谈的这桩事 也忘记了 我也是这样开头的呢 他是皇家军队里的一名上尉 一个穿着制服的翩翩少年 可是 我的爹爹不愿他的女儿 把个无名无姓的孩儿 带进他的门 因而 我就到伦敦来了 你在伦敦是什么事情 我都瞧过的 我那孩子死了 这倒是上帝的好心 我也永远不再见我的上尉 可是 别的男人 我见了很多很多 我老实告诉你吧 我也还有几个钱 可以维持一些日子 有一次 一个阔人跟我睡了一晚 竟给了我一百瓣 现在 他突然把头转过来 看着琥珀 琥珀 也正不胜诧异地称视着他 觉得这样丑恶 憔悴的一件货色 也曾有过他的青春 且曾跟自己一样 和一个美少年恋爱过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你猜我今年多大 总有五十岁了吧 不是 我是三十二 不过三十二 好吧 我是曾经红过一时的 当然不能否认 所以我现在 落到这一步田地 也一点没有怨恨了 琥珀 渐渐觉得害怕起来 知道自己过了几年之后 也要跟灯末儿一样的 哦 天 哦 天 他发狂似地想到 那么 珊娜姨妈的话 一点不错了 你看 一个坏女人 怎样下场吧 这时 忽然听见头上 有钥匙开锁的声音 那四个女人 都不觉一跳 随即 看见那大铁门 慢慢开进来 摩尔急忙将手拢住嘴 低声对琥珀说道 你把那个戒指卖给她 随她给你多少钱 一个约莫五十左右的女人 走到房里来 她的头发差不多白了 干得如同稻草一般 在头顶高高盘个印记 她穿着一件 龌龊不堪的宽衫 一条深蓝色的羊毛裙子 外面罩着一条红色的长围裙 腰里截着一根皮条 上面挂着几把大钥匙 一把剪刀 一支钱袋 和一根熊牛鞭 就是一种笨重的短毛棍 为维持纪律用的 她手里拿着一根 粘在酒瓶上的蜡烛 一走进来 先把它放在一个架子上 这才回转身去 看他们 一条灰色条纹的大猫 跟了她进来 在她腿上擦擦身子 咣咣背 发了一声 表示满足的低吾 突然 她看见虎珀的那只小鹦鹉 便急忙奔上前去 可是虎珀发了声尖叫 一下跳起身 把个笼子 请得臂膀一般高 一面将那猫一脚踢开去 只吓得那只鹦鹉 大拍翅膀 牢牢抓住笼里的横梁 不放了 早安 太太们 那个女人开口了 同时 她那一双尖狭无情的眼睛 将几个女人迅速地掠过 只在琥珀身上 停得最长 我是客太太 我的丈夫就是这里的老头 我看你们都是高雅的太太 当然不愿意 跟一帮贼骨头和杀人犯 同住一间牢房了 我有一个喜报 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可以移到 一个好房间里去 那简直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到了那儿 你们就可以谈谈说说 怎么消遣都可以了 不过 是要代价的 就是这点难办哦 摩尔道 一面交叉起两条臂膀 仰在墙上 远远伸出她的两条腿 要多少呢 琥珀一面问 一面仍旧牢牢看着那只猫 其实那猫已经耐心耐气地 坐在她脚下 睁着大大的眼睛 就指尾巴尖一翘一翘的 她想 她要是把结婚戒指卖掉 一定可以得到很多钱 去买很好的住处 而且她仍旧自信 一两天之内就好出去的 要离开这里是 两仙令六便是 要松行是六仙令 一张床是每星期两仙令六便是 备单是每星期两仙令 管钥匙是六仙令六便是 宫煤和蜡烛的玉座是 十仙令六便是 目前就只这一点了 我要向各位太太 每人收取一磅十仙令 大家都把眼睛看着她 却没有一个人行动或说话 她就又催逼他们的 拿出来快些 我很忙的 这里的人不止你们几个 你们总该知道吧 摩尔掀起了她的裙子 从小马甲的口袋里 掏出那个数目的钱来 真是天晓得 我这样偷来偷去 原来只够我在牢里过活了 琥珀四下看了看 等着其余两个人说话 可是没有人开口 她就从手指上 除下戴着戒指来 将它请给客太太 我身边没带钱 这个你给我多少 客太太把戒指接过去 拿到蜡烛面前 看了看说道 三包 三包 我是十二包买的呢 这里的价钱两样的 她解开钱袋 数出几个仙令来 将它交给琥珀 随即将戒指投入 一个皮盒包里 没什么了吧 没有了 琥珀说 她还舍不得卖掉 那条珍珠项圈 那是伯露动身之前不久 才给她买来的 客太太用锐利的眼光 朝她看了看 你要有旁的东西 不如现在就拿出来吧 要不然的话 我包你不到两个钟头 就会给人偷光的 琥珀 质疑了一会儿 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解开那项圈的扣 将它从领口里拉出来 客太太给了她六磅钱 便马上调转头去 对付其他两个女人 那女教徒站起身 正视着客太太 可是当她说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柔和而温婉 我没有钱 朋友 你要怎样我 听你的便吧 你不如叫外边人 送点钱进来 太太 不然你就得到大牢里去 那是连星星也待不了的 我老是告诉你 不要紧 我呆呆就会惯了 客太太耸了耸肩膀 口气就变得瞧不起她了 你这狂徒 好吧 那么太太 把你的大衣脱下来 当作禁费 鞋子脱下来 当作松行费吧 那年冬天 原是非常特别的 当时外边的天气 简直可算得暖和 但那里边既阴冷 而又潮湿 不过那女教徒 终于解开了她的大衣 将她脱下来 琥珀从她身上 看到客太太身上 心觉 愤愤不平起来 突然下了个决心 喂 你穿着她 这钱 我来替你给 你没有大衣 是要害病的 墨尔大不高兴地 撇了她一眼 你别做傻子吧 你这点钱 自己还不够使呢 可是那女教徒 给了她一个温和的微笑 谢谢你 朋友 你真太好了 可是 我不要你的钱 我腾是害起病来 那也是天意如此 琥珀由一步绝地 朝她看了看 将钱请给客太 不 如果让这女孩子舒服 就要把我累坏了 这钱 你自己放着吧 将来 你用起来很快的 说着 她就掉脸 向着那个主妇 那主妇 说她身边 一个子都没有 琥珀朝摩尔看了看 看她是否自愿 替那女人负担心 可是摩尔正把眼睛 朝开去 口里滴滴吹起哨子来 好吧 那么 我来替她给吧 这回 客太太不拒绝她了 那个主妇 向琥珀千恩万谢 如她一有了钱 马上就还给她 但是 看样子 她不还清债 就出不得这里 出不得这里 就永远不能还她这笔钱 随后 就有个男人进来 替他们 换上轻轻的镣铐 那手铐 只是手镯一般 松松地套在手腕上 脚镣间的铁锁 也加长了些 他们只是走起路来 叮叮当当 有些不便 其余 并没有怎样不舒服 把这狂徒 带到关凶犯的大牢里去吧 客太太 等那男人换好镣铐 对她吩咐的 跟我来 太太们 他们就跟着老头婆 鱼贯出房 头一个摩尔 其次是火魄 手里把鸟笼 擎得高高的 那主妇 做了殿后 他们爬上了一条 黑沉沉的狭窄踏道 走到一个大房间 门是开着的 门顶 定着一个骷髅头 和两条交叉的禁锢 客太太拿着蜡烛 第一个进去 他们随后踏进门 只见房中 放着个大瓶铺 上面热着马宗席 堆着一些百昼的灰色背头 此外是一张桌子 几张打过烙印的物质和椅子 一个冷冰冰的 没火的火炉 上面和四旁 挂着一些熏黑了的水壶和锅子 以及一些蜡质的挂耳盆 这么一个荒凉污秽的房间 显然不是客太太所描写的那样 一个舒适的所在 这里 就是女债务人的尖子 琥珀不胜害意地怒视着她 墨尔却细开一张笑脸 这里 她嚷着 竟忘记了自己手上戴着手铐 想摆起手来 可是你告诉我们 不要管我告诉过你们什么吧 你如果不喜欢这儿 我可以把你带到大牢里去 琥珀心里深觉赠武 不由地把头扭开 墨尔自愿去做大牢 柯太太正准备带她去 哦 她发狂地想到 这讨厌的地方 我在这里是一天也待不下去的 她转过身子 我要寄一封信 哼 那你得花三个仙灵 琥珀照数给了 这里的犯人就只我们几个吗 那时她仍旧听见嗡嗡不断的声音 仿佛就从四面墙壁上发出来 但是他们看不见一个人 其余的人大多数都在地下酒间里去了 今天是圣诞节呢 那一封信由间里的代书人写出来 是寄给阿牧比的 她心里非常自信 以为阿牧比接到这封信 一定二十四个钟头之内 就会把它弄出去 但她没有立刻得到回音 就只得自解自慰 以为那天是圣诞日 她大概不在狱里吧 到了第二天 她想她一定会来了 可是她仍旧没有来 以后一天天过去 还是遥无消息 忠致她不得不明白过来 若不是那封信始终没有送到 一定是她不再关心她了 那女债务人的尖子 在新开门里 要算顶顶宽松的 但是那姓豹的主妇 也仍得跟其他十几个女人 分享那一点稀少的供应 至于其他多数尖子里 都是三四十人挤着一间房 因为当时那个监狱里面 共有三百多间饭 其实那座建筑只足够收容一百多人 因此这许多人不能同时有床睡 烧饭的锅子和吃饭的碟子 都得轮流着使用 寻常这些用过的锅子碟子 都只不过刮一刮 因为水是要花钱买的 而且老是又臭又脏 往往上面扶着菜叶和海草 所以大家如果有钱能买水 都情愿拿去买酒喝了 整个监狱都永远处在一种 半阴不扬的状态中 因为那些既深而窄的窗子 都开到黑暗的弄堂里去了 火把和蜡烛都由监犯自己 出钱去买来 一天到晚点着 丑恶的大猫和半身脱毛 满是窗戒的狗儿 都在那些过道里 成群结队地穿来插去 跟老鼠们争夺食物的碎屑 因此 琥珀一直都得堪劳它的小鹰虎 那里边的臭气 浓到几乎可以用手摸出来 因为那是几百年来 积极地腐败物发出来的 有时 它还闻到一种刺鼻的奇臭 后来才知道 是它底下的绞形立厨房里 在烹煮人头 它在那里不到一个钟头 便开始狂骚起来 不久 它就抓到一颗肥胖的白狮 一下就像煮烂的豆子一般 在两个手指中间捏碎了 新来的监犯 自然要派到女佣的工作 头一天早晨 琥珀和豹太太都把脏水罐子 带出川堂去 倒进底下的脏水坛 那蒸散的臭气 熏得琥珀几乎晕过去 以后 它就每星期出两个便室 鼓另外一个女人 替它做这工作了 当时 一般人对于监狱的概念 总以为它是一个积压的地方 不过是一个改过的地方 所以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九点 里面所有的门都开着 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寻欢取乐 那些为了宗教信仰而被拘押的 这里容许他们做礼拜 不管宣讲什么教义都可以 甚至可做煽动宣传 那些身边带钱的 寻常都到底下酒间里去喝酒赌钱 复阴的奸犯竟可以大张颜艳 邀请同间的第一流人物去参加 因为其中有一些人是很受大众注目的 外边来探访的人都在川堂里接见 有时竟只拥到几百人之多 男犯当中如有妻小的 竟可以叫他们进来陪伴 有时竟这陪伴到几年 诱惑他们高兴 而且舍得花钱的话 竟可以挑选他心爱的妓女 逐日进间来取乐 偷盗的事那是极寻常的 打架也没有一天间断 因为监里的纪律是由监犯自己维持的 有些监犯发了狂 就加上沉重的锁链 但寻常都不受隔离 常有孩子养出来 但很少活的长久 一般监犯当中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琥珀 力求 超脱这种监狱的生活 唯有这个地方是他不愿备受瞩目的 他不曾到过酒间 当然也不会有人来探访 所以他离开自己耗子的唯一时间 就是礼拜天 因为那天大家都要到三楼上的礼拜会里聚集 那个女债务人的篮子里 大部分监犯都是不幸的牺牲者 而且大家都盼望着不久就可释放 他们坐着没事干 谈来谈去 总不外是还清债务重得自由的那一天 因为有的有父兄 有的有朋友 迟早会来替他们设法 琥珀不胜羡慕地听着他们 因为他没有一个人来替他还债 因而也没有理由渴望得到自由 只有无穷的空旺而已 他抱着唇痛的怀想病 就不由回忆起那老家的农舍来 有许多事情是他向来不去注意的 现在回想起来 却觉得非常有趣了 他记得他卧室的宣窗 是有玫瑰花围着的 到了夏天 香气是那么好闻 他又记起那突出的盐头 一直密密麻麻地落着麻雀 每天早晨一睁开眼 就能听见他们啾啾地掉 他又记起山那背的异常丰富的食物 记起厨房地上铺的 刷得非常干净的石头 以及架上陈列的光亮的器皿 他心急巴巴地 想要见一见天空 吸一吸新鲜空气 闻一闻花香 和新歌的稻草香 听一听鸟儿的歌声 那里面的休息日 是可怕得意想不到的 他这时又记起去年的圣诞节 他曾帮助珊娜 做肉馅饼和梅子羹 曾和一般婊子妹们 打扮起来做雅具 又记得那时庄子上 人人都照古代的习惯 以苹果酒制住果树 所以到了新年的前夜 他从他那无济的余资里面 提出几个先令来 买了一些来饮酒 请同间的女人喝 就算是庆祝新年 那天晚上 快到半夜的时候 伦敦的每个塔顶 都打起钟来 琥珀听见了 觉得无限孤其 不禁掉下眼泪 以为明年今日的钟声 他是绝不会听见的 一个礼拜之后 新开门里忽然起了一种 如狂的激动 原来城里发生暴动了 是由一般宗教狂领导的 一连三日三夜都在街上滋扰 口里高声喊着耶稣 遇到反抗的人就开枪击杀 监狱里面听见各种钟声 在做有凶险的警告 又听见混乱的呼喊声 和飞野寺的马蹄声 于是那些奸犯东一群西一群的聚起来 议论纷纷 商量着逃走的方法 女人们都慌得发疯一般 尖叫着拥到门口去请求释放 但那第五帝国党员终于受到搜捕 杀的杀了 拿的拿了 不到几天功夫 就有二十个党员被绞杀 且处以车列分尸 他们的尸首送到新开门 一时院子里面摊满了残肢断体 一面那刽子手藤老爷 正拿粗盐和茴香 在淹他们的骷髅头 于是监狱里的生活 重新走上了闹酒 赌钱 乡骂 奸淫 偷窃等的正常轨道 到了座堂那一天 琥珀跟豹太太 邓沫尔以及其他许多人 一同被传去审问 结果是跟大多数人一样 判决有罪了 他被判的刑罚 是继续关在新开门里 直至还清债务为止 他听到这判决 不觉大吃一惊 因为他一直希望受审之后 马上可以释放 此后他一连垂头丧气了好几天 几乎巴不得立刻死去 但是过了几天 他又开始自解自卫起来 以为他的境地 也还不算是绝望 怎么 也许阿木比会突然跑来救他呢 他觉得天下的事情老是这样 你越是不盼望他来的时候 他倒突然来了 因而他绝技 从今以后再也不盼望阿木比了 他常常看见登沫尔 登沫尔不时要溜达到这边来和他谈天 并且劝他跑出去跟别人私混 我的天 亲爱的 这有什么亏好吃的呢 你打算烂在这里吗 当然不是啊 这天下的地方我早想出去了 琥珀反驳道 莫尔笑起来 一面走到火炉旁边去点起一袋烟 原来 监犯中无论男女 有许多人是不住吸烟的 以为烟草可以防疾病 他一面喷着烟 一面走回来 在琥珀对面坐下 将一只手像献宝似的 在桌面上敲起来 瞧见吗 他的钟指上带着一颗大钻石 这是前天 从一位探监的太太那里弄来的 我们将他轻轻挤了开去 等到他重新站门 我就已经拿到了这片子 还有一个朋友拿到他的探子了 莫尔常常用地下的切口说话 琥珀也已懂得几个字眼 一个片子就是一只戒指 一个探子就是一只表 哦 我告诉你吧 亲爱的 那个川塘里面真好出息 我要是能照这样的收场 大概再有一个月 就有足够的买路钱 离开这了 好吧 你爱待在这儿 我也随便你 说着 他站了起来 琥珀听他把八切别人的东西 说得这么容易 将信将疑 竟也有一两次冒险到川塘里 去窥探窥单 谁知 他非常惹人注目 一出了耗子 就马上会有人向他招手 和他调笑 这就使他不得不撩起裙子 急忙跑回耗子里躲起来 莫尔看见这情形 就又不觉大笑 说他真是个大傻瓜 不晓得利用这机会捞几文 这里有些先生很有钱呢 我想 你若肯去和他们打打交道 到了时候一定可以把自己赎身出去的 当然 他又歪起嘴唇 带着一个微笑承认道 四百磅 不是一下子就弄得起来的 而况 这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廉价的烂货 他们随时都好拿来取乐 有好几次 莫尔替那些先生拉皮条 来跟琥珀讲价钱 可是讲的数目 都不足以打动琥珀去冒这个险 他觉得 莫尔的现状便是前车之剑 生怕自己也落到他这不田地去 然而 他只要能够走出新开门 只要能够使得孩子不在这里养 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去干的 极致一个月的钟了 他的钱就缩小到不足两磅了 因为他在那里 无论什么东西都得付钱 而且照例都出得很高 他的食物都从外边送进来 所以花的钱很多 要不然的话就只有吃里面的囚粮 吃的是没烂的面包和臭水 肉类是慈善机关送来的 每星期吃到一次 同时他又替抱太太给饭钱 否则他就要没有饭吃 后来 同间有个当产婆的告诉他 说他是有身孕的人 身体还嫌太瘦 又说他吃进去的东西 都要给肚里的孩子吃去的 于是他就绝技 把那幅金耳环也卖掉 客太太将那耳环 毫不放在眼里的瞥了一眼 是这东西吗 黄铜香的贾宝石 值不得三个字呢 你是咱哪买的 圣马丁吗 大圣马丁集市 专卖贾首饰 琥珀觉得很受羞辱 没有回答他 可是他自己也已经有点察觉 外边那层黄痠痠的颜色 已经有些退去 露出底下的灰色金属来 不过他喜得这东西 既然卖不掉 倒可以保存下来了 在他走进新开门的 第五个星期的钟了 他坐在礼拜会的一个包厢里 眼睛瞪视着自己 手上乌黑的指甲 心里不胜忧愁 不晓得自己再过一个月以后 该吃什么东西了 好几日以来 他一直都想鼓起勇气 去对抱太太声明 自己不能再替他负担饮食 可是他始终都应不起心肠 因为他每天都看见抱太太的女儿 把他顶小的孩子抱来喂奶 那时牧师的演讲 已经开始了多时 他却照常一句没有听进去 灯木耳坐在他旁边 猛地将胳膊倒了他一下 那边 那个就是猛灰弹头 他在看你呢 他皱着眉头 将眼睛瞟到对面 看见一个黑头发的大块头男人 坐在那里 目不转睛地看他 即至他和他的视线相接触 他就对他微笑笑 他伸脑自己的愁思 被他打断 对他皱了一下眉头 就把眼睛移开去 莫尔大觉不高兴 又把肘膀子一脸抖了他几下 可是琥珀再也不理他 你这样装模作样啊 他们离开礼拜会的时候 莫尔埋怨道 你在这新开门里 你到底想要碰到谁啊 你说万岁爷吗 这人到底有什么好呢 我倒要请教 原来他觉得他又黑又丑 太太 不管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这毛黑弹头总要算一个人物 他是个跑道的 我告诉你吧 是个强盗吗 他曾听人说过 在罪犯的范围里面 强盗是被看作优秀分子的 不过他生平见过的强盗 这人却是第一个 从前他在梅绿村 也曾见过一个 钉在铁柱上示众的强盗 不过只剩的一副 剃得干干净净的骷髅了 那骷髅遇到微风 碰到铁柱上面 便要发出一种 惊心动魄的怪响 以致那些村民 都要趁太阳未下赶回家 免得天黑了 走过那里要害怕 不错 是个强盗 而且是个数一数二的 他从这里越狱出去 也有三次了 琥珀的眼睛 一下子睁开来 从这里越狱出去 怎么个越法 你自己去问他吧 墨尔说着就走开去 将琥珀独个儿 撇在院子门口 琥珀迷惑地瞪着眼睛 回到耗子里边去 他等了许久的 那个机会到来了 如果他以前曾经越过欲 当然不妨再来一次 也许用不了多久了 等到他出去之后 他突然觉得兴奋起来 而且满心乐观 但是一转念之下 他的希望就又突然崩溃了 他在看我呢 可是我的肚子 大得跟广场上的母鸡一般 而且脏得浑身发臭 哎 现在只有鬼才用得着我呢 的确 他的相貌 在过去五个星期里面 是经过凄惨的变化了 现在 他的身孕 已经满七个月了 他的胸衣 已经扣不起来 那些本来 玲珑剔透的皱边 都已粘瘪 他的小衫 已经脏得变成灰色了 那件外衫呢 搁着窝底下 都是斑斑点点的汉字 又沾上了食物的油污 他的裙子 前幅比后幅 缩短了几寸 他的丝袜早已丢弃了 因为已经抽得不像个样 他的鞋子 前头已经开了口 自从他进来之后 他从来都没有照过镜子 他的牙齿 虽曾拿小衫子擦过 舌头舔去 仍旧觉得滑腻腻的一层 他的脸上满是霉烟 他的头发 虽经自己拿指甲梳过 却是蓬乱而污腻的 当时 他脸上流露着绝望的神情 双手不由摸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 他心里怀着一种尖锐的自觉 以为这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于是 他的决心开始抬头了 这地方黑 他对自己说道 他对我是不大看得清楚的 而且也许我还有点办法 也许我可以装扮得好看一点 他于是绝技尽量打扮 打扮好了就到酒间里去碰他去 虽则入门得破费他一个半仙令 他也在所不惜了 他从小山上面扯下一块布条 沾了些盐擦过了牙齿 然后喝了口酒漱口 将他吐到火炉中 正在这当儿 一个人走到了耗子门口 告诉他说 黑潭头在酒间里等着要见他 他不觉一跳 急忙转过身子 我 是的 你 天 我一点都没预备呢 等一会吧 当时他手忙脚乱 不晓得怎样才好了 只得按了按他的衣服 拿手擦擦他的脸 希望擦去了一些龌龊 我是他过来给你照亮下去的 太太 不是到这儿来等你的 走吧 那人将火把摇了一摇 就自己开步走了 琥珀只有功夫 解开小山的领口 将他接到胸口上来 又回转头 向抱太太嘱咐了一句 看老我的鸟 然后撩起了裙子 急忙忙跟着那人去了 一路上他心里砰砰地跳着 仿佛是带进宫去 见皇帝一般 那帕摩巴巴拉 抱着一种远大的志向和野心 从来不会动摇改变 他自从出了娘胎 就差不多一直都晓得自己要什么 而且一直都努力追求他 无论要他自己 或是别人花费怎样的代价 都在所不惜 他不晓得道德 也不晓得羞耻 也不肯去顾序什么良心 他的名性和人格 都跟他的美一样光辉 一样原始 也一样近乎野性 现在他的年纪已经二十一 他知道自己要的一桩东西 比天底下旁的任何东西都要紧 他要的是做斯图亚特查理的正宫 他要的是做英国的王后 若说他这样的愿望 近乎荒唐 他是始终不肯相信的 巴巴拉和查理 是复辟前的几个星期 在海牙初次见面的 其实 他的丈夫系由国内奉派去献金 所以他有机会和查理见面 查理一向好色 自然对他一见倾心 巴巴拉得蒙皇上的青睐 也当然得意非凡 同时又因他的老乡好 非泽斯尔伯爵 对他复兴 他想借此报复 所以很快就做了查理的情人 查理自从结识他 就对他恩宠无比 是他多年来的风流史上 从来没有的 于是巴巴拉的身份 就一跃而登天了 他的丈夫帕姆六吉 跟他结婚还不到两年 现在住在王街上一所大房子里 王街是穿过宫内苑狱的一条狭窄泥泞 却有布置入石的涌道 同时 又是连贯交十字架和西四科两处村落的通位 他的左边聚集着许多旅店 右边却都是巨煞高楼 后园直达泰伍士河 那年年终的几天 巴巴拉在他丈夫家里宴请万岁爷 和跟他亲近的内庭青年男女 起先 六吉顺从老婆的意志 还肯出面来做做主人 后来 他觉得这个傀儡角 演得未免无聊可笑 就存心回避他了 正月里的一天傍晚 他走到老婆房门口 遵他平日的吩咐 先敲一敲门 他中等身材 仪容举止之间 并不见得怎样出众 可是脸上显出善良的教养 眼里也流露着明里的聪明 巴巴拉向门外扬声叫他进去 即等他进了门 他却似理也不理地 只转头瞥了他一眼 啊 晚安先生 他正坐在一张桌子面前 桌上立着一面镜子 镜边沾着几只蜡烛 一个侍女替他刷那乌木一般的长发 他自己正在试戴几幅 试样不同的长耳环 要看哪一幅戴起来觉得最合适 他那精工制作的衫子 是笔挺的黑段子做的 衬得他手臂上 肩膀上和胸口上的皮肤 如同粉笔一般白 他的颈脖子上和手腕上 都给钻石闪得亮晶晶 那时 他的投胎身孕 已经有了八个月 可是 他并不觉得自己大肚皮 他的气色也非常健康 现在 他已踏进门 向屋里走进来了 那个梳头的侍女 向他微微拘了一个躬 便管刺刷他的头发 巴巴拉将头 东转西侧 使那钻石耳环 跳起舞来 映着烛光 闪得亮闪闪的 他自从他进来之后 便有一种隐约的厌倦 和客气的鄙夷 翻到脸上来 他站在他身边 低着头看着他 脸上分明显出 一幅尴尬的神情 他 却并不注意他 只是 心里知道 他要开口跟他说话 向他有所要求了 夫人 他咽了几口唾沫 润了润干燥的喉咙之后 终于开口说道 我觉得今晚没法陪你吃饭了 笑话 六杰 今天万岁爷要来 他要问起你的 这时 他已选定了他的耳环 开始粘贴一些黑色的小面贴 有鸡心形的 钻石形 也有半月形的 一个贴在右眼的旁边 一个贴在嘴巴的左侧 一个高高贴在左太阳穴上 他自从他踏进房时 跟他打过一个照面之后 一直没拿眼睛看过他 嗯 我想 我若不出席 万岁爷完全能够谅解他 巴巴拉睁圆的眼睛 深深叹了一口气 啊 真是要命 难道 我们又非活现世一场不可吗 他鞠了一个躬 不必了 夫人 明儿见 当他调转身子 向门口走去的时候 巴巴拉夫人在那里 拿指甲弹着桌边 眼睛里面冒出危险的火星 又突然撇开那侍女的手 一下子站起身来 抬起臂膀 自把最后一根定针插上 六吉 我要跟你说话 他的手放在门瓣上 回转身子 朝着他 夫人 你出去吧 花堆 他向那侍女 将手一摆 可是 等不得那女孩走开 他就一说起话来 我想 你今天晚上不如来吧 六吉 你若是不来 万岁爷会觉得稀奇的 我若是心甘情愿 把自己的老婆 陷到他半个宫廷面前去 当婊子 他就更要觉得稀奇了 爸爸老发了一声冷笑 给万岁爷做情人 是不能算当婊子的 六吉 他的眼睛突然变窄变硬 他的声音也突然提高 我这话 已跟你讲过不知多少遍了 他的声音 又重新变得柔和温婉 却带点讥讽的意思 而且 我现在受人家的尊敬 比之仅仅是个绅士太太的时候 已经加了一倍了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他讲到绅士太太四个字的时候 语气之间 不期流露出他的可比和卑微来 他冷漠地朝他看了看 我想尊敬两个字不大确切 可以换上两个更好的字 是什么字 你说 自立 瞧瞧 瞧你多酸溜溜 我真要吐出来 可是你今天晚饭得来做主人 否则老实告诉你 你是要吃大亏的 他突然向他走过来 刚才那种漠然的态度消失了 直气得满脸发红而抽搐 他走到他面前 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 请你少说几句吧 夫人 你这口气 简直像个渔婆了 也该怪我自己傻 结婚之后 没有把你带到乡下去 我的父亲连曾警告我 说你是要败坏我家门风的 当时我没有听到 以后 我就渐渐明白过来了 我发现 有些女人 竟把自由解释做放道 你似乎 就是那种女人 她的眼睛 差不多跟她平时 挑战一般狠狠瞪着她 如果我就是那种女人 你 打算怎么样 她慢吞吞地说道 她起先 在她面前流露出的那种 犹豫神情 现在完全消失了 她已变得一直稳定而坚决 明天 我们就动身到高安窝 我想 你的乡下过两三年安静的生活 你的观感 就一定可以矫正过来 巴巴拉听完丈夫六吉的话之后 突然一扭将自己的臂膀扭脱了她的把持 你这天杀的叛徒 你倒试试看 看你能不能把我哄到乡下去 我倒要拿点颜色给你看 且看万岁爷的宠爱 到底能给我多谈好处 于是 两人都没有话 只是气羞羞地站在那 凶狠狠地互瞪眼睛 正在这当口 就听见敲门的声音 随即一个声音抱进道 万岁爷驾到 巴巴拉急忙掉转头 啊 她来了 她的手自动地举到头上 摸了摸头发是否整齐 她的眼睛迅速而激动地转动着 她脸上的怒容虽未全消 却已消退了大半了 她跑到桌旁 拿了她的黑骨扇这才又回转身来 现在你到底下不下去招待客人 不 你这个傻子 她的手突然伸出打了她一个耳光 然后撩起她的长衫急忙开不走去 走到门边却站住了 稍定一定神 然后将门打开 跨出门槛 穿过一条两边挂着画像的穿堂 到了楼梯顶 楼梯底下 皇上正跟她的堂兄八坑汉宫在那里谈天 但是两个人一看见爸爸了 就都立刻住了嘴 把朱伊丽移到她身上去了 她在楼梯上走得很慢 一来是因为她肚子里怀孕 所以格外慎重 二来是故意装腔做事 要让人家欣赏欣赏 极致走到楼梯角 她才向他们行了个万福 那两个男人也对她鞠躬如也 那两个本来到处都可不免观的万岁爷 也居然脱下了她的帽子 巴巴拉和查理交换了一个长长的微笑 眉目之间露出心心相印的神情 里面包含着回忆中的交换 以及期待中的取乐 接着她回转头去招待公爷 那公爷已经冷眼看了他们好久了 哦 佐治 我想不到你在法国这么快就回来 连我自己都想不到这么快 可是 说着 她耸耸她那沉重的尖头 向查理瞥了一眼 查理笑起来 可是非礼大闹猝劲了 我想 她是害怕你老人家 要走令尊的老路吧 原来 英法两国人人都在谈论 巴康汉第一公爵 曾经做过奥地利安妮公主的情人 因为安妮当时很美丽 现在做了卢尹十四的母亲 已是个肥胖暴躁的老太婆了 如今 她的儿子对米尼坦倾心启目 也是一点不瞒人的 这倒有趣的很啊 巴康汉公说道 向查理半真半假的鞠了一躬 我们到客厅里去好吗 巴巴拉问道 随即他们都向客厅那边走去 巴巴拉走在查理身边 抬起脸看了看他 那种哀肯的神情和晚的近乎稚气 万岁爷 我真是尴尬极了 今天的晚饭要没有主人了呢 没有主人 她到哪儿去了 你是说她不肯来做主人吗 巴巴拉点了点头 垂下了她的黑睫毛 仿佛她为了自己丈夫的无礼 深觉惭愧似的 可是查理对于这事 却另有一种看法 我不能责怪她 这可怜鬼 真是说也奇怪 一个男人套了一个美貌的妻子 好像不应该遭到妒忌 都应该可怜此的 如果这个男人住在英国 他就的确会碰上这样的情形 公爷说道 查理丝毫不以为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人家说到了他的脾气 他无论如何是不会生气的 因为他颇有自知之明 也向来不喜欢自己骗自己 不过凡是宴会 总得要有个主人 如果你肯容许我的话 夫人 巴巴拉紫色的眼睛 闪耀着胜利的光芒 哦 万岁爷 只要您高兴 这时 他们已跨进客厅的门口 在那里列停一停 马屋子的人 立刻都向他这边瞧过来 仿佛同时受到磁石的吸引 随见帽子纷纷掀起 人人都向他们鞠躬了 太太们只把身子弯到地 仿佛盛开的花 因若知不堪重载而垂倒一般 原来巴巴拉早已成了一个成功而重要的女主人 她的客人到来 已经无需她亲自出去欢迎了 只要这位巴姆夫人发出情帖 凡属具有社交和政治野心的人 没有一个不乐于接受 哪怕她招待怎样不周到 也都不会责怪她 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她 将有一天 或许不久 就要做英国的王后 你可以走了 花堆 今天晚上我用不着你了 那女孩子正要走出房 她却又将她叫住了 明天八点半钟叫醒我 有个交易所的女人 要拿花边来给我看 我如果不先买到手 就要被贾纳奇抢签了 说着她向查理微微笑了笑 仿佛她是一个顽皮的女孩子 你看我不自私自利吗 查理回应了她那个微笑 却不回答她那个问题 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去 今天晚上的菜好得很 你又雇了一个新厨师来吗 她一走到梳妆台前 开始解她的头发 很惊奇吧 你猜我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从海的夫人那里 把她挖过来的 她本来是从法国带回来的 你知道吗查理 那位太太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呢 她咬散了她的头发 那漫长的发流 就像一盆黑色的火焰似的 留下她的脊背来 她别转头 满面怒容地向她抛过一眼 我想相爷并不喜欢我 否则她的太太早就该来看我了 也许这样吧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了 你到时候说看 原来巴巴拉觉得自己现在的新地位 应该使得宫中的男女 不但人人尊崇 并且人人喜爱 所以她就要设法去办这一点了 相爷是个旧派政治家 亲爱的 她不会产妹 也不知道贿赂 以为只要老老实实 勤劳奈苦的工作 这个世界就治得好了 我怕现在 无论怎样的模范政治家 在她都不会觉得难做的 我不管她的道德怎么样 她跟我的父亲本是好朋友 她的太太竟这一趟都不来拜访我 我想实在无理之极了 我还听说 她竟劝告你 叫你不要在我这贱货身上浪费时间呢 查理微微笑了笑 将一条臂膀搁在椅背上 两条腿交叉起来 也斜着一双眼睛欣赏她脱衣服 相爷告诉我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原意有好多年了 我相信 他总以为我是听他的话的 不过 他确实是个很好的老头 很忠心 他的理解有时出毛病 但他的动机总是极好的 至于他的太太来不来拜访 我说是你的话 就不会费心去想他 老实告诉你吧 他是一个麻木不人的老太婆 跟他作罢没多的意思 我也不管他麻木不麻木 你还不懂吗 我只说 他礼节上应该来拜访我 我懂的 我们不要再去想他吧 他站起来 走到他身边 他正要脱下他的小衫 扭转头朝他看看 他的眼睛燃起了光辉的浴火 那是完全出于真情的 极致他伸过手来 便有一阵期待的震颤 透过他的全身 将他心里的其他任何想法 都驱逐开去 但这是不能持久的 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将头枕在他的肩膀上 面颊底下可以觉到 他的血液碰碰在搏动 他很温柔地对他说道 我今天听见一项 丁克笑的谣言 查理一点也不感兴趣 只含糊地说道 是吗 是的 有人告诉我 说你已经跟猎亲王的侄女 结过婚 并且跟他养过两个儿子 那位亲王连侄女也没有 据我所知道是 就有 我也没有跟他结过婚 说着 他闭上了眼睛 贴平仰卧着 嘴角带着一个隐约的微笑 但他心里并不在想 他们刚才所说的事情 另外一个人告诉我 说你跟巴马公爵的女儿 定过婚约了 他没有回答 他就拿一只肘膀子 支着竖起半个身子来 急切地说道 你还没有吧 是不是 没有什么 没有 我还没有结过婚 可是他们要你结婚的 是不是 我是说百姓吗 嗯 是 我想 他们想这样吧 无疑 他们想替我找个 掉眼睛直头发的 肥胖丑妇 来做我的抗毒品种 我的天 我真不晓得 我跟一个丑妇 怎么养得出孩子 可是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丑妇 结婚呢 说着 他用一只纤细的手指 照他落在胸口上的边发 画出一个圆形来 他睁开了眼睛 仰看她一眼 然后裂开嘴来 拿手摸摸她的头 樊淑公主 总是丑的 这已经成了公主们的一种传统了 巴巴拉心中 越来越激动 她的心 在里面 垂得非常厉害 她有点 不敢正视它 先垂下了眼睛 方才敢开口 可是 嗯 那么 你为什么 一定要跟公主 结婚呢 既然没有一个 是你欢迎的 你为什么不 他深沉 而急促地 叹了一口气 觉得喉咙里发干了 一阵针刺一般的痛 通过了他的头颅 你为什么 不跟我结婚 他又急忙 抬起了眼睛 看着他的脸 搜索着 查理的脸色 立刻正经起来 他的笑容消失了 重新显出那种 阴郁冷酷的线条 他觉得 他仿佛缩蔽开去 其实 他一点都没有动 他不由吃惊起来 将他看了看 脸上露出 不信的神色 本来他深信不疑 他一定 爱得他发狂一般 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那么 万岁爷 你难道 从来没有 起过这念头吗 他坐了起来 下床穿衣服 你听我说 宝宝拉 你跟我一样明白 这桩事情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他有些发急起来 嚷嚷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听说 公爵爷 跟海德安妮结婚 是你叫他的 那么 为什么 你就不能 跟我结婚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 你爱我的话 他觉得 自己的脾气 有点按耐不住了 就拼命 将他压下 以为 这桩事关系太大 不能因为 熬不住嘴 白白将他放弃 他仍旧觉得 自己最终 能够使他 入狗 我总有法子 可以使他 和我结婚的 我知道 这一定办得到 他总不得 不和我结婚 他非得和我 结婚不可 查理穿好了 裤子之后 便将一件 细白麻纱衬衫 打头上 套了进去 又扣好了 袖口的扣子 他急于 想离开它 以为再待下去 就不免 要争吵起来 那是无谓的 他知道自己 对他十分迷恋 因为他跟别的 女人同床 从来没有 这样激动 不过 他即使是 纳布勒斯的女王 他也不想 和他结婚 因为关于 这一层 他对它 是早已深知的了 这两桩事情 是不能比的 亲爱的 他终于 又开口了 他的声音 低沉而温位 希望将他 弄平静下去 以便自己 可以脱身 我的孩子 是要继承王位的 詹姆士的孩子 大概永远 做不得王位 这话 似乎说得 非常有理由 因为查理 至少已经承认过 五个 不合法的孩子 而巴巴拉 也深信 自己身上的孩子 是他养的 不是他丈夫的 也不是 泽斯菲尔伯爵的 可是 你要跟别人 结了婚 那我变成什么了呢 叫我怎么办呢 他差不多 要哭出声来了 我想 你很有办法 巴巴拉 我想不出 你会没有办法 的道理来 你并不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人 你自己知道的 我并不是 这个意思呢 你看现在 他们多巴结我呀 巴坑汉 顾西里 以及他们那一帮 可是 你如果跟别人 结了婚 把我撂开去 那我简直要死了 我想不到 他们会怎样 对待我的 那般女人 一定比男人 还要使人难堪 查理 你不能 你不能 这个样子对我 他站住了 将他狠狠地 看了一眼 然后 他的脸 突然变奔合了 他在他旁边 坐下来 拿住了他的手 他已经眼泪纵横 那泪珠 还继续夺矿而出 流过了他的面颊 滴交在底下的 断面乳单上 你不要哭 亲爱的 你把我当做 什么东西了 吃人的妖怪吗 我不会抛弃你的 爸爸了 你尽管放心好了 你会给我 很多的快乐 我是感激你的 我不能跟你结婚 可是 我一定会照顾你 照顾得很好 很好 他正在那里抽叶 把脸颊皮 都抽得发抖了 但他重新顾虑到了 自己的面容 力求哭得动人些 怎么个照顾法呢 用钱吗 钱是没有用处的 在我将来的那种处境里 那有什么才有用处呢 万四爷 我不知道呢 我真想不出我怎样 他急忙打断他 省得他又是 滔滔不绝一大套 假如我封你做 王后宫里的贵嫔 那有用处吗 他说话 像个纵容孩子的老伯伯 看见一个小女孩 跌了胶 擦破膝头上一层皮 正拿着一块糖果 在那里哄他似的 这我想 这我想可以吧 如果你真肯这么做的话 你可不要又变心 只是 只是 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失败 不计又抽抽叶叶地大哭起来 将身子扑到他怀里去 他将它贴在胸口上 搂了一会儿 不住拿手拍着他的肩膀 然后非常温柔地将他摆脱开去 站起身来 他躺在床上 扔不住婉转交提 他便急忙穿上了他的紧身 打上了他的领结 截上了他的腰刀 然后拿起他的帽子 走到床边去和他告别 原来 查理这人虽然没有女人过不得日子 但是一下了床 他就认为没有看见女人的必要了 巴巴拉 我可以对你启示 现在我这非走不可了 你不要再苦起来的 你要相信我 我说话算数 他弯下身去 亲了亲他的头顶 就扭转头向门口走去 到了门口 他又回转头来看了看他 见他正红着脸 肿着眼睛挺着脖子在看他 他急忙向他摆了摆手出发了 他慢慢坐了起来 他的脸抽搐成一副怒容 一只手支着他胀痛的脑袋 突然开口 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 静脖上的静脉 像紫色的绳索一般暴涨起来 同时他从床边一张桌子上 抓起了一个花瓶 用出全身的气力 向对墙的一面镜子上扔去 新开门里的酒间 比女债务人的尖子低下一层半 琥珀要到那里去 得跟那几个招火把的人 走下一条漆黑狭窄的踏道 谁知 他们在踏道上刚刚走了几步 那人就突然旋转身来 挡住了去路 那时 琥珀在他上面三脊 看见他脸上那副神情 心里又气又怕 只得也站住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上有孕 手脚不灵便 只奈何他不得的 走啊 你站住了做什么 那人没有回答 却急急地冲上前 一手抓住琥珀的裙子 将他拖到身边去 琥珀发了一声尖叫 将他手里的火把打落地上 可是突然 他觉得那人闪开了 他就不由自主地迅速冲下踏道 一面拼命摸索着旁边的墙壁 一边支撑 但他的手脚都是上镣铐的 中间的铁链很短 一下子就被压住了 于是他立脚不稳 当即吃了一个倒栽葱 只得将身子拼命团缩 借以保护自己的肚皮 一面大喊救命 在这当口 那毛黑弹头已经赶过来 当即一把抱住他 才使他不至于受伤 他在那黑暗的踏道上 是看不见他的 可是他感到一个男人的 强壮手和臂膀 以及一个魁梧的身材 在那里保护他 心里立刻觉得疏松了 同时 他又听见一个爆吼如雷的声音 在那里咒骂那个拿火把的人 那人的脚步 却向上层楼上渐渐远去了 他刚才对你怎么样 你受伤了吗 他急切切地问道 这时琥珀已经吓昏了 不觉瘫在他身上 没有 我想 我是 那拿火把的 又从踏到顶头 向底下嚷着一些不懂的话 黑弹头不由大怒 将琥珀放开了手 直奔那人儿去 你这婊子样的臭儿子呀 突然 琥珀觉得温暖和保护 都消失了 他把眼睛睁开来 疯狂地四下搜索着 不 不要丢开我 请你 不要丢开我 他恐怕黑暗里 潜伏着其他的危险 他立刻就回来了 我在这里呢 亲爱的 你不要吓我 我赌咒 我再碰到那只麻风狗 一定抽他的筋 远盖 这样对付他 他双手捧住肚皮 喃喃地说道 经过了刚才一番惊吓 亦是浑身贪软而虚脱 只得由他抱到 踏到的尽头 然后他放他在地上 自己站稳 那里已经靠近九尖 他们站在一种 烟雾沉沉的微光里 他感觉到 他仿佛是在看他 后来他勉强抬起了头 才见他从脸上 看到他的肩膀 又从肩膀看到胸口上 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他又重新觉得自己很美了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头上 蓬乱的头发 身上爬行的狮子 和指甲里嵌着的龌龊了 他的口角掀起一个隐约的微笑 他的眼睛送去一个妖魅的秋波 那黑潭头是他生平见过的头一个巨人 他的身材至少也有六英尺五 他的肩膀硕大无棚 他腿肚子上的肌肉粗厚而强壮 他粗黑的头发亮晶晶的擦着油 披在他的肩膀上 微微有点浪纹 当那昏暗的光触着他耳朵上戴的耳环时 他可以看出一点金光的闪烁 男子戴耳环这种风气 在那一般花花公子 却能受到一点效果 但在这一位巨人 只足显出他的肌肉发达的吓人而已 他的额头低而阔 他的鼻子掀着两个扩大的鼻孔 他的上唇狭窄而绷紧 下肌却挺出来成了一个沉重的卷 他的衣服都是最最时髦的样式 一件蓝天鹅绒的短紧身 一条也是蓝天鹅绒的大脚短裤 里面是一件白衬衫 白的麻纱花边的领结 腰上 袖上 肩上 都挂着十六红缎子的带结 头上戴着一顶插满鸟语的骑士帽 脚上是长筒骑马靴 这一身打扮 就只有那双靴进不得王室贵宾式 所有的服饰分明都贵重得很 绝不是旁人穿了不要的东西 给他穿上了 但也有些打皱了 他又穿得非常马虎 仿佛看得那些贵重衣服 一钱不值似的 现在 他向他叠开嘴了 露出一口整齐云镜的牙齿 白得闪闪发光 随即向他鞠了一个躬 他的块头虽然大 举动却很文雅 同一头猫一般 我是毛黑弹头 夫人 住在小间里的 小间是监狱里的特别室 专为妇人而设的 他对她行了个万福 喜得自己又跟男人误谈了 这个男人不但能感受他的魅力 并且也值得他施展魅力 我妈先生是甘太太 住在女债务人间的主人部分里 两人都笑起来了 然后他弯下身子 跟她匆匆亲了一个吻 这是向来通行的一种见面礼 进这儿来吧 来这儿润一润嘴 来什么 来润一润嘴 亲爱的 就是喝一口 我想你不懂得 我们耶尔萨西的切口吧 说着他挽了他的肩膀 他这才注意到 他并没有带镣铐 甚至腰上还挂着一把刀 那酒间里有几根牛油蜡烛 朦胧地点着 但那里边笼罩着的烟气 却浓得跟太武士和尚的 尘雾一般 他的一端是一张柜台 屋子 桌子 椅子 秘密地摆着 中间没有留下多少通路的地方 天花板非常低 以至那黑潭头 向屋脚一张桌子走去的时候 不得不拱起腰来 他一路走着 跟好些人点头打招呼 琥珀跟在他后边 觉得每一只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当他是黑潭头新找来的婊子 他听见有些男人在那里吹口哨 有些女人在那里叽叽喳喳评论他 但他在那里显然是有一些权威的 因为人家看见他来了 都恭恭敬敬地让开路给他走 有好几个女人都笑脸相迎 还有一两个男人来恭畏他的新宠 他对他们的态度像是一个好脾气的老弟兄 碰到男人拍拍他的脊背 碰到女人或是摸摸他的两颊 或是捏捏他的手 仿佛非常逍遥自在 同在狗唇酒馆的酒间里一般 琥珀背靠着墙壁坐下来 黑潭头问他要喝什么 便给他叫了莱茵 给他自己叫了白兰蒂 大家极致将他看了个透 都有各思其事了 举平的举平 洗牌的洗牌 制骨子的制骨子 一般婊子都在一张桌一张桌溜着 兜客人 满屋子里都是那种声音泛滥着 笑的 唱的 叫的 偶尔还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琥珀看见灯末也在那 跟他交换了一个微笑 但后来看见一个红脸的肥胖女人 蹲在一张桌子上 手里扇子一般抓着一副牌 怀中一个小娃嘴里咬着一个褐色奶头 在睡觉 他便吓得赶快把脸拗 开了 我的上帝 他不胜惊慌地自存的 再过两个月 我也就要 他连忙朝黑潭头一看 见他正低着头对自己微笑 你这小娼妇 真叫人爱杀 他很温柔地说道 你到这儿多久了 五个星期了 我是为欠债来的 欠了四百磅 他听见了这个数目 并不像那些女债务人那么觉得诧异 四百磅 四百磅算不了什么 我只想轻轻瞧瞧地一晚上活就弄到手了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丈夫把我所有的钱都偷到金光 然后他跑掉了留给我一身债 外加你自己的身体也赔上了 他别有深意地对他的肚皮撇了一眼 好吧 他给他倒了一杯白葡萄酒 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兰地 然后扔给那侍者一块钱 懒洋洋地抬起手来 向帽檐上碰了碰 请你 欲助你的丈夫赶快回来救你的苦难 说着 他照一般爷们喝酒的姿势 将那杯酒一饮而干 然后又倒一杯别转头 盯住他看 琥珀也把酒喝干 因为他口渴了 可是他的眉头立刻皱起来 他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我也希望他永远不回来 这忘恩负义的狗 黑潭头大笑起来 轻轻吹了一声口哨 我听见你说得这么怒气冲冲 几乎要相信你真结过婚了 他听见这话不由称视着他 眼睛闪出光来 那么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说我真是不懂 为什么人人都会见了鬼 说这番话是我编造出来的 他又给两人都倒满了酒 因为 亲爱的 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要说被丈夫抛弃 大约压根就不会有过丈夫 他这才微笑起来 声音也变得温暖了 像我现在这一副景况 我想连比丈夫再好些的男人 也要给我吓跑了呢 我的眼光却厉害 亲爱的 他可以看穿六层龌龊 看到底下惊人的美来 此后他们坐在那里默默相识了一刻 他又开口道 我在三层楼上住着一个房间 是有窗口的 你高兴到那里去闻些新鲜空气 看看天吗 说着他脸上露出一种半真半笑的神器 却马上站了起来 伸一只手去搀扶他 当他们走出酒间的时候 整个屋子的人都欢呼滑笑起来 给黑潭头嚷得很猥亵的话 也有的交他法门 那黑潭头却只向大家摆一摆手 领着琥珀自顾去了 那几间房子的布置 像是那种专供风流朋友优惠的 低级酒馆一般 器具都是打过烙印编过号的 但比监狱里的其余地方 的确奢华得多 墙壁上面满是猥亵的词句 粗俗的画 以及一些名字和日期 黑潭头告诉他 这个地方是他花了三百磅买来的 所以凡是花钱买到新开门里 牢头这个缺分的 虽不能博得人人欢心 也总可满载而去 黑潭头常常不在屋里 因为有很多人要来探访他 还有许多工厂事情要他尽义务 他每次回来都要提起一个女人 来做他们的笑料 说那女人怎样戴上面具 怎样自拿身份 装得至少是个伯爵夫人的模样 却又自愿来给他安慰寂寞的时间 有一次他从这样一个女人那里 偷了一幅金镯来 就将它送给琥珀 原来一般做强盗的便是地下世界的贵族 很能够得人心的 他们的名字远近截肢 他们的尾姬成为酒馆街头的弹饼 在监狱里便有许多人探访他们 乃至坐着球车去绞杀 也会有广大同情群众去给他们送丧 琥珀的时间大部分花在窗口 把新鲜空气一口一口地吞 仿佛永远都吞不足似 同时插着手靠着窗台 远望着整个市区 在底下院子里 他可以看见那些受优待的囚徒 三五成群在那里走着 有的在打手球 有的在制铁片 因为那时虽已到了一月末 天气还是那么温和 街上也是灰尘奔拥的 前几天那些因暴动 而被绞杀的人们 蚕尸仍旧暴露在那堆煤炭的院子里 无数苍蝇嗡嗡嗡笼罩在上边 到了琥珀和他见面的第四天 那黑潭头就又完成 他一次神奇的越狱了 他也跟他一同逃了出去 街上有一部马车等候在那里 车门也大开着 他们急急跳上车 便向老贝雷街撸撸而去了 黑潭头坐在他旁边的座上 拿手拍着自己的大腿 发出一阵如雷的哄笑 突然一个女人 尖酸克毒的声音说话了 嗨 黑潭头 你又带了一票好货色出来了 你倒该多做几回牢呢 每次出来从不空手的 当即他给他们介绍道 卑瑟 这是干太太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声 冷漠含糊的招呼 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但只不过几分钟 马车就停下来了 琥珀下了车 发现他们是在一条河沿上 他们急忙跳进一条 等在那里的小船 那船立即向上游驶去 其实天上没有月亮 船上是漆黑的 对面看不见人 琥珀却感觉到 卑瑟的眼睛一直瞪着他 又仿佛闻得见 他那一股酸溜溜的敌意 我管他喜不喜欢呢 他下了个决心道 可是他并不打算 跟黑潭头酒呆下去 因为他仿佛很有把握 他一定会给他四百磅钱的 他觉得他好像很有钱 却没有多大用处 他相信自己不到两个星期功夫 就可以把这笔钱弄到手 然后他就要离开他 至于离开他之后怎么办 究竟跑到哪里去 他都没有去想过 甚至当初贾爷告诉他的 那两个可以替他照料生产的女人 他也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的船搏到水湖铜角 背死就当先走上了一条 俊峭的时机到街上去了 琥珀一手拿着鸟笼 一手撩着裙子 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挨上去 黑潭头付好船前追上来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在晴天白日底下 很快地跑上那条长街 然后经过当初白衣僧寺所在的一片荒原 进入一条狭窄的街道 这里就有灯光和人声了 一看那些巨大的招牌 便知每隔一个店面就有一家酒馆 从那方格子的玻璃窗里看进去 可以看见一些男人在那里玩纸牌 一个裸体女人在那里跳舞 还有两个女人赤裸着全身 对着一群看客在那里打架 看客们喝彩欢呼 拿钱扔给他们 提琴的声音混杂着尖叫和哗笑 以及小孩子的啼哭 这个地方就是白衣僧镇的洁阳像 像为一般犯罪者和负债者前头的哭宅 至于当地的居民 却替他起了一个挖苦的名字 叫做掩尔萨西 他们到了一所房子门前停住了 贝斯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锁 黑潭头也就将琥珀放了下来 琥珀踏进了门口 两个女人面面相去 琥珀看出 贝斯比自己的年纪也大不了多少 身材也差不多高 他卷曲的头发是深褐色的 他的眼睛纯蓝色 一张小小的花子脸 两颊稍嫌太阔 鼻子尖叼地翻下去 他的身段圆得近乎臃肿 胸口高高隆起来 琥珀觉得他非常粗俗 一定是个没有教养的烂货 但是当时那女人将他那么端详 他也觉得有些不安和愤怒 因为他虽拿着黑潭头的梳子梳过头 又曾抹了抹脸 浑身却仍旧脏得很 当时又正觉得一颗白狮子 在那里咬他 他拼命熬住了痒 宁死也不肯伸手去抓一抓 被死却正怂起了眉毛 现出了一个依稀的悲笑 仿佛表示他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劲点 他要出天花呢 琥珀愤然想到 且当我洗了澡再看吧 太太 看到底谁的鼻梁是断的 原来他想起了当初的贾爷和阿墨比 甘露家和他的姨娘 邓末尔和新开门 现在又有黑潭头和雅尔萨西这一幕 仗着这些环境的历练 所以他有恃无恐了 当时黑潭头即使意识到两个女人在暗地里互相倾压 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渴了 宝儿到哪里去了 贝斯大叫着那个名字 一会儿就见一个女孩子从隔壁一间房里推门进来 瞌睡沉沉地站在门槛上 分明他是一个厨房的奴隶 吃着一双脚邋遢不堪 脏腻的黄发披在薄镜子边 可是他一看见了黑潭头就立刻红起脸来 笑了笑对他行了个万福 恭喜你回来了先生 谢谢你宝儿 我也喜得回来了 我们能用什么喝的吗 嗯 我要樱桃白兰地 你要喝什么亲爱的 他调转脸来问琥珀 黑潭头要了一杯樱桃白兰地 转过脸来问琥珀要什么 贝斯立刻皱起眉头 向宝儿身上去发泄他一肚子的醋气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这个懒骨头 这些碟子非什么不拿去洗 他指了一指一张桌子 上面狼藉地堆着碟子骨头杯子和酒瓶 老实告诉你吧 你这种行为得要改一改 不然我要招式揍你一顿 你听见了吗 宝儿眨了眨眼睛 分明是相信他的话的 但是黑潭头来打断那阵骂了 你随他去吧 贝斯 也许他在厨房里忙着呢 忙着打瞌睡 我敢保证 给干太太拿一瓶来饮酒来 贝斯嘛 要 贝斯 贝斯急忙自己接下去 同时狠狠地瞪了琥珀一眼 琥珀拿着几背去朝着他 自找一个地方坐下 他觉得疲倦而无聊 又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这样 心里大为着脑 他恨不得立刻就离开他们 找个什么地方去睡一个痛快 等明天早晨起来 拿满满一盆肥皂水来 好好洗的一个澡 啊 要能把身上真正洗个干净 多好啊 黑潭头和贝斯谈起话来 但是用着一套地下的切口 琥珀懂得没有几个字 他只听着他们的声音 并不想去懂得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他四下打亮了房间里的装饰 只见房间里面挤满了无数椅子 桌子和凳子 靠墙摆列着五口碗柜和衣橱 此外是无数用沉重的金框 装着的画像 还有一些没有框子的打捆 倚在炉边 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很贵重的 但其余的都已成就不堪 或者是屋脏破烂 似乎再没有什么价值 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宝儿拿进一些杯子和酒瓶 他们就喝起酒来 为那一夜的成功庆祝 这时 琥珀告诉黑潭头说 他倦了 他就叫宝儿替他照亮 送他上楼到西乡中心的卧室里去 临走 亲了一下 杯子看见这情形 便又发起醋意来 立刻把睫毛低垂下去 可是 琥珀希望 这女人那天晚上尽量去受用 因为 她自己是不愿意跟她纠缠了 琥珀坐在一只装满热水和肥皂的大木桶里 搜出了身上的狮子 趁他们进尸而不能动的时候 捏回他们 她的头发才洗过 都掠到头顶上去打成个计 黑潭头在她旁边一张白断绣的椅子上坐着 将一把刀在两脚之间的地板上 没精打采地搁着 琥珀将一条臂膀 向房间的四周摆了一摆 你为什么各样东西都要背得这么多呢 因为那间卧室也跟底下的课堂一样 家具装得过剩 而且同是那么一种乱七八糟的情形 床上很奢华地挂着紫色天鹅绒杖子 背头是黄色段子的 好几张椅子也罩着紫色天鹅绒 只有一张是新红色的 四周镶着金色的丝条 墙壁上面至少挂着两档画像 还有许多镜子 三口衣橱 一两扇屏风 红帽子老奶奶是开当铺的 这所房子里的设备 都是她铺子里当进来的东西 看这样子 老祖父们的画像 照例是最先进当铺的 说着她咧开嘴来 又把一条眉帽耸了耸 指点着从墙壁上 看下来的黑挂香滚的老绅士 琥珀听了这话 不觉大笑 这时她的精神已经恢复了 重新又充满了精力 乐观和自信 她知道自己不应该 在满满一桶热水里边 就这么近着 因为珊娜一直说 在热水盆里坐久了 会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下来 可是 她当时坐在里面 觉得很受用 哪怕再请半个钟头 也不愿意起来 这所房子是谁住的呢 除了红帽子老奶奶 跟贝斯宝儿之外 还有旁的人吗 她觉得 宝儿领她走的那条廊子 非常长 那所房子看来很大 红帽子老奶奶 把四个多余的卧室 都租出去了 一个铸造尾壁的人 住在三楼上 还有一个建树学校 开在四楼 琥珀听见 红帽子老奶奶的名字 现在不是第一次 红帽子老奶奶 曾经送钱去贿赂牢头 刚刚又被举做 避难区的市长 昨天晚上还在左智龙族馆里 审过一个案子 现在红帽子老奶奶 等着琥珀穿好衣服 就要见见她 末了 琥珀站起来 把身子擦干 套上黑潭头的一件 东印度式浴衣 那浴衣非常之大 琥珀穿起来时 后肩脱到地板上 袖子长过漆头 两个人看了 都不禁大笑 这时 黑潭头向她眨了眨眼睛 跑到一口柜子旁边去 捧出一只匣子来 交给琥珀 琥珀接到手中 疑问地瞥了一眼 她站在那 双手插在裤袋里 翘起脚后跟 一张嘴裂得大大的 等着她将匣子打开 琥珀见到这样一份礼物 心里激动非常 将那盒子放在一口柜子上 解开了绳结 将那呼呼响的纸掀开去 当即发出了一声欢呼 取出一件绿色塔夫仇山子 上面用黑天鹅绒条相滚 山子底下便是一件 黑天鹅绒大衣 一件小衫 两件马甲 一双绿色的丝袜 和一双也是绿色的鞋子 哦 黑腾头 这美丽得很呢 说着 她踮起脚尖去和她亲吻 她也呆头呆脑地 弯下身子来 活像一个害臊的孩子 因为她一直怕得罪她 可是 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快啊 当初那个坦尼夫人 要完成一套衣服 是少不了一个星期的 今天一早 我就出门了 猎犬沟地方 有一家现成的成衣庄 上流社会的人物 都在那里买衣服 哦 黑腾头 我就爱这种颜色 她甩脱了身上的御衣 急忙把那套衣服穿将起来 一面穿 一面口里不住地叠叠 我的卧房窗口 长着一棵苹果树 这种颜色 就跟那苹果树的叶子一般 你怎么知道 我喜爱绿色呢 可是一刻之后 她又失望地拉下了脸 那件衫子 在她肚皮上 竟截不起扣子来 而她从镜子里 照出来的影子 这是她有一个多月 没有见的了 又使她差不多要哭出来 她仿佛觉得 自己一直都在怀孕 不 她竭力地叫了一声 并且顿气足来 我多难看呀 这个孩子真是把人给恨上了呢 可是黑潭头竭力安慰她 说她生平见过的人 从来没有像她这么美 她这才下楼去见红帽子老奶奶 他们见她便朝里边 扶在一张桌子上 轴膀子旁边点着一支蜡烛 再写一本庞大的账册 黑潭头叫了她一声 她扭转头看了看 立刻站起身迎上前来 她在琥珀面颊上 掀了一个有爱的吻 然后冲黑潭头赞许地 微笑了一下 黑潭头站在那里 将一张得意洋洋的笑脸 照耀着他们 嗯 她是上溜得紧的 黑潭头 她将琥珀浑身上下 撇过了一眼 你怀孕有多久了 嗯 大约两个月吧 我想 琥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她 觉得她一点不像 自己所料想的那样 一个放荡的老宝 事实上 她比珊娜姨妈 并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这红帽子老奶奶 年纪已经五十五 她的皮肤却仍皎洁而光滑 她的眼睛也炯炯有神 她的个儿比琥珀略小 身体却很玲珑而结实 一举一动 都显得她潜伏着无穷的精力 她穿的衣服朴素而洁净 不外是棉毛两材料 领子 袖口和围裙都还是上浆的 浑身上下 看不见一点珠宝的装饰 一顶鲜红的帽子 将她的每一束头发都盖没了 黑潭头曾对琥珀说过 她差不多十年来从没有离过这帽子 等到时候我会给你去找产婆的 她说 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女人来带着孩子 带着孩子到哪去啊 琥珀突然做起防卫的姿态来嚷道 你不要怕呀 亲爱的 红帽子老奶奶对她讲明道 她说话的腔调使琥珀想起 贾爷和她那些朋友来 阵上是没有人愿意让孩子住的 也有些孩子住在这里 那都过不了一年就死了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 既干净又负责的乡下婆子来 让她把孩子领去 你顺便什么时候要去看都可以的 这种方法很妥当 许多女人都是这么办的 她觉得琥珀神色之间 还有些不相信 便又这样实告她 现在 把你的全名告诉我吧 说完 她就调转身子 回到她的账策上去了 黑潭头立刻带她回答了 好 她只要人家晓得她是干太太 她的报销费 我会替她付的 琥珀连对黑潭头 也没有把自己的真名字告诉她 黑潭头也好像满不在乎 因为她说自己的名字也是假的 又说凡是有点见识的人 在雅尔萨总部都要改名换姓的 嗯 很好 在这里是没有人会去追究往事的 黑潭头告诉我 说你亏空四百磅的债 想要还清了以后 我便离开这里 这我并不责怪你 因为你太漂亮了 原不能在这里久待 至于你将来挣这笔款子的烦 嗯 一等你能够出门 我定会告诉你 琥珀正要问她怎样去争取 红帽子老奶奶却管字说下去了 嗯 目前我们得想办法来改掉那种口音 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子在伦敦是要被一般人当做傻子看的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计划都行不通了 我想高米格会把她教好 你看怎样 可以谈头 现在 亲爱的 你且不要恼 好好跟我们过日子吧 想要什么东西 尽管说 现在我要跟你再见了 今天是月初 我得去看我的房客去 她盖上了那本账册 将它放进桌子抽屉里 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将抽屉锁起来 然后将她的大衣甩在臂膀上 朝他们两个微笑笑就向门口走去 走了几步 重新掉转头 撇了琥珀一眼 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唉 可惜 你有了这几个月了 要是早来三个月 你就可以冲作新开包的去捞她一百磅了 她去了 黑潭头正在呵呵大笑 琥珀却把一双怒气冲冲的眼睛看着她 这老太婆 在赚的什么鬼念头啊 如果她想我的挣钱方法是要靠 你不要急 她没这个意思 有我在这儿呢 可是她从前做个劳保 老脾气就改不掉了 我可以读咒 她连教皇跟伊丽莎白女王都拉得拢呢 到底红帽子老奶奶的真名叫做什么 琥珀始终都不得而知 但有一层很明显 黑潭头不但喜欢她 并且对于她的成功 对于她的不肯妥协的毅力 乃至对于她的能够持久而不衰 无不具有一种强烈的男性的钦佩 可是琥珀觉得不懂 这个女人的生活尽可以无需减省 她为什么要这样减省呢 而且她的青年时代一定非常放荡 现在为什么过起这种贞洁的生活来呢 为了这一些理由 她就隐隐抱着一种轻视的态度 并且断定她这个人并不怎么聪明了 但是她绝技在面子上 竭力去巴结红帽子老奶奶 博得她的欢心 并且相信自己这一步功夫 做得颇为成功 她之所以要如此 因为她第一次向黑潭头提起 要她替她还债的话 就吃她明白地拒绝 竟致两个人为此争吵起来 我想你的意思 无非要我留在这个天沙的地方罢了 自然咯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出监狱 你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长服 我叫忘恩负义 你又怎么样 你愿意在这种 卑屋龌龊的洞洞里 带一辈子吗 我是恨极了 我非跑出去不可 你等着瞧吧 如果你不肯拿钱给我 我 我会去问虎帽子老奶奶要的 她有钱没有地方用 一定肯借给我四百八 我可以包的 那黑潭头是个可怕的巨人 她要是动一动手 一定能把琥珀的骨头给折断 可是她只将头仰着大笑起来 好吧 你要高兴去问她要就去吧 可是你需要相信我的话 她大概会借给你四百个牙齿呢 有一天下午 黑潭头出门去了 琥珀就去找红帽子老奶奶 那老奶奶不大在家 在家的时候 差不多总是在那记账 或是开账单 开收据 不高兴别人去打搅她 当时琥珀走近她身边 她给琥珀做做首饰 叫她不要想 管字拿一支笔 从一行清清楚楚的数字上 慢慢移下去 嘴角默默地动着 终于记下了那个总数 这才向琥珀转过脸来 有事吗 亲爱的 你要我帮什么忙吗 琥珀原准备过 并且演习过一番话 可是现在 她冲动地喊出来了 是的 借给我四百磅 让我好离开这 求求你 红帽子老奶奶 我会还你的 我答应你 红帽子老奶奶 将她冷冷地观察了一会儿 微笑起来 四百磅 干太太 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 你拿什么做担保呢 怎么 我会出张借据给你的 或者你要什么都可以 我会加利息还给你 她又补充道 因为她现在已经知道 红帽子老奶奶 把利息看成性命一般 我什么都会干 可是这笔钱 我非要不可 我想你还不大懂得 压荡这种生意吧 亲爱的 照你看起来 问人家借四百磅 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数目 可是对于一个年轻女人 除了一张借据之外 没有其他担保品的 这个数目就要算是很大了 你存心想还人家的钱 这个意思我并不怀疑 可是你要借这笔款子 恐怕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琥珀因觉惊骇而失望 惊不住大怒起来 怎么 你自己亲口说过 可以替我弄一百磅来的呀 是啊 这大概是可以的 不过那一百磅里面 有一半以上 是我拉皮条的钱 并不是你的 可是我老实告诉你吧 那也不过是我的一种空想罢了 黑磅头曾经明白地告诉我 他要把你独个儿包去 照我看起来 亲爱的 你应该感激他了 他把你弄出新开门 就已花了他三百磅了 三百磅 怎么 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呢 所以我想 黑磅头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是用不着 叫你去做那种事的 黑磅头在这儿的时候 谁知道 他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希望 他不会很快就去吧 不过 总有一天 他要坐着车子上脚架 从此 他就不会再下来了 琥珀大惊失色 撑起眼睛看着他 他也知道 黑磅头左边拇指打过烙印 意思就是他在犯案 就要绞杀了 可是他不管 这回竟又越狱了 而且胆子那么大 形弱无事一半 使得琥珀简直把他看作不可毁灭的 现在他听见这话才觉得惊慌起来 可并不是为他担心 乃是为自己忧虑 那么我们大家都要这样吧 我知道的 我们大家都要拿去绞杀的 红帽子老奶奶竖起他的眉毛来 嗯 也许吧 可是我们大概在亚尔萨西害老病死的机会居多 说了他就旋转身去 拿起他的笔来 琥珀虽然还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 却知道主人已经送过客 便上了楼梯 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经过这番挫折 自然不免灰心 却并未完全绝望 他还是想设法逃出去 以为像新开门那样的难关尚且逃出来 将来要逃开这里总有办法的 那亚尔萨西适当电北原之都 从电北原里可由一条狭窄破烂的踏道通下去 因为地面低 而且靠近河边 所以一直都被一种黄灯灯的尘雾笼罩着 一直罩到人家的台尖上 浸入人的骨头 闷塞人的鼻子 连呼吸都觉得艰难 至于虎帽子老奶奶住家的那条结阳巷里 还有许多饭铺的游兴器 以及许多洗衣服的肥皂器 这地方的各处院场里和巷堂里 都挤满了叫花子 贼骨头 杀人的 婊子 躲债人 大家都穷极无聊 彼此之间不断地起冲突 但若有寻补 或是收税员尝试闯进里面去 他们就又一致联合起来对付了 到处都蜂拥着孩子们 多到差不多跟猪狗似的 都是些面黄肌瘦的小鬼头 眼睛陷进去 声音发沙 琥珀每次看见了他们 都要吓得抖起来 急忙把眼睛转开去 生怕多看了 自己肚里的孩子也要变成这样 他觉得自己住在这里 就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 而他是不愿意和那外面的世界隔绝的 因为他在那里 或许还可以重新看见假爷 当初红帽子老奶奶说过 要请高米格来 教他伦敦上流女人的口音 现在高米格来了 他就只经过他这条路 才得稍稍瞥见 他所日夜八旺的 那个外面世界的生活 高米格是个中道院里的学生 因为当时英国的富家子弟 大都送到那里去受普通教育 以便将来得到遗产之后 可以胜任管业 但是大多数学生 都是待在酒馆里的时间 多于待在教堂里 用在女人身上的钱 多于买书钱 这高米格也跟多数同学一样 拾货要到白衣僧镇来走走 因他听说那里的生活 如何如何邪恶 不免为好奇心所动 要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 同时他也跟其他同学一样 家里给他的钱 难服他那种生活的消费 欠了债又觉得不好意思 特地跑到这里来筹款 因而认识了这个避难所里的 著名妖妇 红帽子老奶奶 琥珀到这里之后 不满两个星期 他就被请去做他的教师了 他的年纪才只二十岁 中等身材长着一头荡鹤的卷发 一双碧蓝的眼睛 他的父亲是一个骑士 在肯德有财产 并且有很多的钱 足以使他的儿子享受 他那个阶级习惯上应有的一切地义 米格在西四学校 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到了十六岁 是赵丽该进中学的年龄了 他进了牛津 去修习希腊及罗马的文字 历史 哲学和数学 这一些课程规定三年毕业 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过多的教育 对于一个上流人士 并没有多大好处 所以一年之前 他就进入中道院了 他在那里打算待两年模样 然后就要到外国去游学 那年经过一段温和的气候之后 接着便是接连几个星期的音语 他来教书的那几天 正是大雨连绵的时节 他跟琥珀坐在客厅的炉边 一面喝着加过香料 浸过牛油的麦酒 一面和他谈天 琥珀急切而热心地听着 对他讲的一些笑话 听得津津有味 即讲到高米格自己所闻所作的一切 尤其听得出神 他讲到 他跟他的朋友们 有时候喝醉了酒 便略略乔装一下 到街上去巡视惹飞 看见打羹的老头坐在那打瞌睡 便将他一推一个大跟头 接着跑到漠视公园妓院窗口去唱歌 然后将窗口通通捣碎 最后碰到一个女人 跟她丈夫半夜回家来 将她的衣服拨得一丝不挂 每天晚上 都有一帮帮年轻贵族 在市上游行 到处滋扰 到处破坏 把所有安分守己的市民都闹得不亦乐乎 宁可碰到强盗凶徒 也不愿碰到他们这帮导弹鬼 他告诉他 在过去三四个月里面 就已经有女人出现在伦敦舞台上 现在是每本戏里都有女人了 都是涂纸抹粉 大般的千娇百妹 有的也给大人先生们挑去做情人了 他又告诉他 说他看见过克伦威尔 埃尔登和肖伯纳等人腐烂的尸体 被从坟墓里拖出来 用铁链条挂在脚架上 试中了几日 现在他们的头用盐水 浸过插在本寺堂的杆子上 分裂的残骨 在七个城头示众 又告诉他 今年四月 皇上要举行加冕典礼 一切已在筹备中 一定会有一番历史上空前的盛况 将来等他去看了回来 他一定会把皇上穿的黄袍 戴的珍宝 乃至于一言一笑 一举一动 都一起描述给他听 逐渐逐渐的 他那一口香下口音 快要出镜了 他的耳朵也灵敏起来 记性也变好起来 也会模仿别人的口吻了 他又教他怎样介绍人 怎样受人的介绍 又教给他一些交际场中 日常应用的法语 他又告诉他说 现在白宫里面最实行粗俗 那些高贵侍女的谈吐里面 都喜欢用一些字眼 琥珀便把这一套都学会了 又加上一些亚尔萨西的切口 这高米格原是对他一见钟情的 便问起了他的真名 他是何等样人 乃至于他的来处 琥珀不肯对他说实话 只拿古家珊娜做幌子 编造起一篇画来 米格听了也就深信不疑了 以为他的确是乡间的一个财产继承人 因为男人不得家长的喜欢 跟他一同逃出来 现在又被男人抛弃 他对他深表同情 以为像他这样一个 有过高等教养的女人 竟只流落到这种地方 颇为他愤愤不平 并说要向他的家里交涉 可是琥珀立刻阻止他 说他去交涉也无意 他家里人绝不会到 白衣僧镇这种地方来救出他的 那么 你跟我去吧 他说我会养活你的 谢谢你米格 我巴不得能够如此 可我不能 无论如何 也得等我做过产 天 我难道可以到你的地方去做产吗 你要立刻被人家赶出去呢 两个人都笑起来 他们的确经告过我好多次 改改你的行为吧 你这坏蛋 否则 你就替我滚出去 他低下了眉毛 眼细似的喘了一会儿气 然后他突然将身子扑过来 拿住了他的一只手 可是 你说 等你做过产之后 那时候 你肯跟我去吗 嗯 那是我再愿意也没有的 可是 碰到了寻补 怎么办呢 那我 又得回到新开门里去了 原来 米格还是靠家里寄钱为生 连他自己的花费 也敷衍不了 当然绝不能替他还债 他们不会拿到你 我会想办法的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到了四月五日的早晨 琥珀一早就醒过来 觉得脊背上面 有一种麻木的垂痛 他转了一下身 想要睡得很舒服些 这时 他突然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将躺在身边的黑潭头 推了一下 黑潭头 起来 赶快去告诉我帽子老奶奶 我是起义了 叫他去狠产婆去 什么 他瞌睡沉沉地含糊问道 仿佛深怪人家不该打扰他 可是 他曾听见人家说过 毫无准备养下孩子的事情 所以将他拼命地摇着 他才醒过来 睁着眼睛 撑拭了他一会儿 然后急急忙忙地动手穿衣服 红帽子老奶奶来将他看了一看 便重新出去 干他那套永远干不完的事 知道几个钟头之内 是没有事情的 产婆带了两个助手来 检查了一下 便坐在那里等起来了 贝斯也曾来看过一下 但立刻被打发开了 因为大家有一种很深的迷信 以为产妇有了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人在面前 生产就要受阻碍 至于黑潭头 却是汗流浃背 好像跟产妇一样痛苦 他始终都陪伴着他 一杯又一杯地拿白兰蒂 不住地喝 直至下午四点钟光景 那孩子的头方才露出来 像个红彤彤地打皱的苹果 又几分钟之后 就生下一个男孩来了 琥珀脱力地摊在床上 除了觉得疏松之外 什么都感觉不到 可是他对那孩子觉得失望了 因为他又长又瘦又红 看起来绝不会像他 那个英俊的父亲 不过红帽子老奶奶 竭力向他保证 说他过一两个月之后 一定会长得很好看 目前呢 他却一直哭丧着一张小脸 因为他肚子里饿了 琥珀曾经发了个傻劲 说要自己来养他 因为在乡下地方 女人一挨接了婚之后 就不希望再装得像个厨女了 可是红帽子老奶奶 听见了他这个主意 不由地吓了一跳 当即告诉他说 凡是时髦女人 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容貌毁掉 总得去雇个奶娘来 才是办法 琥珀本来满肚子虚荣心 也用不着别人力劝 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话 可是 在他们打听奶娘的道 那个孩子就饿得半死了 红帽子老奶奶 雇佣奶娘的条件非常苛刻 过了四天 方才雇到一个人 但是奶娘雇定了之后 那个孩子就非常的安定而满足 大部分时间 都在琥珀床边的一张摇篮里睡觉 琥珀对于那孩子非常热爱 竟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 但虽如此 他还是希望从此不再养孩子 他产后复原很快 到了奶娘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 拿几个枕头垫着 披着黑弹头的一件衬衫 因为当时人们相信 产妇披着男人的衬衫 可以使奶脉断得快些 高米格也来看他 并且送他一件秘密刺绣的白段子孩子衫 算是孩子命名的礼物 此外 他还收到其他好几份礼 因为他在白衣僧镇 已经有了好几个朋友 连他自己都还没有晓得呢 其中一个就是石碧妮 是个妓女 就住在他对面 她是一个骨骼粗大的年轻女人 所能称得上美的 就在一头淡黄丝丝的头发 和一个西瓜似的丰满胸膛 她寻常穿着一件蓝色躺服绸衫子 隔着窝底下满是铁锈一般的汉斑 她的身躯特别暗示一种多液体 使人一见就知 可以满足的 她的态度懒散 暗冷漠 对于男人一直带着一种玩弄的神情 可是她警告琥珀 说一个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 是不能希望成功的 除非她能抓住男人的弱点 来供自己利用 但是这种哲学的忠告 琥珀倒并不怎么重视 她所重视的是 石碧妮给她的另外一种实用的知识 碧妮告诉她说 防止怀孕的方法很多很多 且一一为她开导 琥珀听了之后 觉得那些方法都是明白不过的 因而想起自己实在蠢笨 为什么当初不曾想到 孩子养了两个星期之后 就给她起了一个单名 波鲁 照一般的习惯 凡是私生的孩子 都要照她母亲取名字 但她不能把自己的名字拿出来 又不愿拿甘露家的名字来用 后来她就请起秘名酒来了 客人有红帽子老奶奶 黑潭头科贝斯 高米格和史比尼 还有一个意大利贵族 为了她始终不肯泄露的缘由 从本国逃到这里 一句英国话都说不来 还有住在三楼上的 那个住尾毕的和她的妻子 还有两个一向跟黑潭头 出城形式的伙伴 大嘴直和青皮子 乃至一些相熟的爬手 骗子和欠债的 当时一般爷们喝酒的喝酒 玩牌的玩牌 一般娘们就在那里 大谈怀孕 小产和打胎 也跟梅绿村的那些女孩子一样 谈得津津有味 这是以后的一个星期 红帽子老奶奶 替她找来领孩子的那个女人 来带孩子了 她叫齐奶奶 是金斯兰地方 一个农民的老婆 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庄 离开伦敦城西两英里多路 从白衣森镇去 却差不多要有四英里 琥珀看见那女人便喜欢 立刻就信任了她 因为像那样的女人 她见过很多 她跟那女人讲好 每年给她十磅 作为为养和那领孩子的费用 另外给她五磅做酬劳 要她随时把孩子领来看看 她是舍不得孩子走的 要不是红帽子老奶奶 千叮万主 说在这不卫生的地方 孩子一定养不活 她竟要把她留在这里 自己带了 她之所以这么爱她 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孩子 尤其因为她是波鲁养的 现在波鲁已经走了 差不多八个月了 虽然她仍旧对她 怀着热烈的深情 却已逐渐觉得 她有些虚幻了 现在只有这个孩子 活活摆在面前 方才使她相信 自己曾经和这人一度相识 但她觉得 她仿佛是个梦中人一般 又仿佛她是她的一种 几乎实现 而又不曾完全实现的欲望 当琥珀把孩子 交到齐奶奶怀中去的时候 她急切地问道 她如果有了毛病 你会立刻让我知道吗 你会抱她来看我吗 无论什么时候 你吩咐吧 夫人 下星期六好吗 如果那天天气好的话 很好 夫人 你一定要来的 而且你要把她干暖些 不要让她饿着 好吗 好的 夫人 我会的 夫人 黑潭头送那养娘上了马车 等她回转来时 她看见琥珀坐在桌子旁边的 一张椅子上 眼睛阴沉地撑拭着空中 她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拿住了她的双手 她的声音带着责怪和同情 你听我说 亲爱的 总是这样哀声叹气的 有什么好处呢 小家伙是拖到一个好人手里了 是不是 哦 天 你也不愿意她待在这里 是不是 现在你还想她待在这里吗 琥珀朝她看了看 不 当然不想了 她勉强装出了一个微笑 现在这就好些了 你听我说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今天是万岁爷加冕的头一天 她今天要骑马穿城 到宝塔里去的 你高兴去看她吗 哦 黑潭头 她不觉满脸光彩 又突然皱起眉头 显得非常扫兴 啊 可是我们不能去了 因为她意识到 自己在这白衣僧镇上 还是一个囚犯 跟在新开门里 没有两样的 啊 当然能去 我这一辈子 没有一天不进城 现在你赶快去打扳起来 我们就好动身了 你得戴着面具 穿着大厂去 她又向她后面喊道 因为她已经急急忙忙地 跑着步装扮去了 琥珀从来了亚尔萨西 至今已有两个半月 今天是她第一次出门 故而激动地跟初次进伦敦那天一样 经过几个礼拜隐雨 现在天空一片蔚蓝 空气新鲜而清洁 四郊田野的气息飘进城里来 鸾架索要经过的那些街道 都扑过了碎石 两侧竖起了栏杆来 御林军和自卫队在道旁警戒 庄严的牌塔搭载四条大街的街角 又同前一年回鸾的时候一样 家家户户都挂出旗帜和彩帘 妇女们拥在窗口上和阳台上抛制花朵 黑潭头领着琥珀从人群中挨挤进去 拿胳膊挤着 手掌推着 排开一条道路来 终于挨上了前列 琥珀戴的面具是用一个扣子咬在嘴里的 经这一挤挤落在地上 她却不能弯身去拾它 黑潭头一时并未注意到 不久她自己也忘记这桩事了 一会儿之后 那些金碧辉煌的车辆就慢慢地游过来了 车上坐满了贵族 都穿着庄严灿烂的国会长袍 琥珀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他们 激动得像个孩子 又不自觉地搜索着每个人的脸 却并没有看见他 她想起了去年 贾爷是跟一般皇家骑士 刚刚从海外骑着马回来的 但当万岁爷本人进来的时候 他就连伯鲁也忘记了 万岁爷骑在马上 一路抬着头微笑着 盗棚观者都伸出手去 想要碰碰她 或是碰碰她马上的安配 她的注意力 时时要被人群中 一个美貌女人所擒获 有个女孩子的褐色眼睛 一下子不胜羡慕地 瞪在她脸上 她瞥了她一眼 然后又是一眼 当他们视线接触时 那女孩子的嘴 就张得再也闭不上了 于是当她从她面前 经过的时候 她给了她一个微笑 那笑容虽属懒洋洋 而带轻慢的神气 却是非常温柔的 她掉转头去目送她 她却再不回头了 啊 琥珀喜得几乎晕悬地想到 她看我呢 她对我笑呢 万岁爷都对我笑呢 她激动地一呼寻常 竟连万岁爷后边的遗伤 都没有看见 原来后边还有一批大骆驼 背上披着锦绣腰裙 上边骑着一个东印度的小孩子 将珍珠和香料 抛给道旁的人群 万岁爷黑油油地阴忧面孔 以及她的眼睛的表情 迎回在琥珀脑海中 几个钟头之后 都跟她最初接触时一样鲜明 现在她对那避难所里的生活 岳家觉得不满足了 她已经忘记了一半的那个世界 以及一种听惯了的可爱调子 又在那里召唤她 她也渴望着又要回应那召唤 但是她有些不敢 要能设法脱离那个讨厌的地方 多好啊 那天晚上 他们四个人坐在一桌吃晚饭 被死皱着眉头 满脸不高兴 因为那天街上的热闹 她没有去看 琥珀默默地 一面吃着 一面想着心事 黑潭头将她偷来的四只表 拿给红帽子老奶奶看 嘴里呵呵大笑着 琥珀对于他们的谈话 都是意识到的 但是没有注意他们说什么 直到末了 方才听见 卑斯怒冲冲地抗议起来 哼 那不 我怎么办了 你说 叫我怎么办呢 好 今儿晚上 你可以待在这里 用不着跟着一起去 红帽子老奶奶说道 卑斯将仙刀往桌上一拍 我从前就是用得着的 现在胡立青太太来了 我就跟出了天花之后的镜子一般 不受欢迎了 说着他愤愤地瞪了 琥珀一眼 红帽子老奶奶没有回答他 管字朝着琥珀 记得我对你讲的事情吧 最要紧的是你不要着急 黑潭头会去的 当你用得着它的时候 你要脑子清楚些 千万不要出错 琥珀的手立刻发冷了 心里砰砰跳起来 当初他们讨论和演习这套把戏的时候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过是假装 绝不会真正去干 谁知现在出于意料之外 忽然变得不是假装了 红帽子老奶奶真的要他去干了 琥珀仿佛觉得自己镜帛上 已经套上了绳索 贝斯要去 就让他去吧 他嚷道 我对这种事没有那么大的 昨天晚上我又梦到心开门了 红帽子老奶奶微笑起来 她的脾气是从来不会发作的 她也从来不会失去 那种冷静讲理的声音和态度 亲爱的 你一定知道 凡是做梦都得反面解 来吧 现在我对于你的期望很大很大 不但因为你的美 而且因为你那种精神 我想你无论碰到什么危险 都不会惊慌的 不会惊慌的精神 一个屁呢 贝斯吃鼻道 琥珀从桌子对面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便一下子站起身来 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房 跑上楼 去拿他的大衣和面具 又铺了一点粉 圆了圆嘴唇上的胭脂 几分钟之后 他回到楼下来 看见贝斯和黑潭头 正在那里相皱 贝斯凶狠地对他喋喋不休 他却赖在一张椅子上 手里拿着个酒瓶 不理他 看见琥珀走到门口 他就笑着站起来 贝斯当即转过身 都为你这烂婊子 害得我好苦 说着他从桌上 抓起一只盐缸 将它往地板上 和命一致 呸 见你的鬼去吧 随即调转身子 一路哭着 奔出房去 我们被人诅咒了 我不能出去了 琥珀睁着惊慌的眼睛 瞪着那泼了一地的盐 嚷嚷道 黑潭头正追着贝斯出去 拿他的大掌 打了他一记耳光 打得他几乎栽倒 你这多管闲事的 天上的雌狗 他对他怒吼道 我们这回回来 没事便把 万一有了差错 顶把你的耳朵 给扯下来 可是 红帽子老奶奶 责怪琥珀 说他这种忧虑 推也太迷信了 又告诉他说 那个盐刚 戏存心智的 所以算不得不祥之兆 随后 他给了他 最后一番训诚 黑潭头 又再吞了一杯白兰蒂 便不管琥珀的心惊肉跳 待他立刻动身 但到他们爬上台阶 进入殿北园里的时候 他就觉得激动起来 急于要尝试一下 当前的冒险 早已把背死至严刚的事 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满城里震响着钟声 烟火照耀得满天都雪亮 家家户户都灯烛辉煌 成群结队的行乐者 积满了街道 车辆喽喽 来去纷繁 滑笑唱歌的声音 正耳不绝 酒馆里挤满了人 旅店里都宣布客马 又跟复辟那天晚上 一模一样了 狗唇酒馆 是剑队街上 一个时髦的酒家 吃客们 大都是年少风流的人物 故而 衣装腰艳 涂纸抹粉的妓女 都到这里来招药兜客 今天晚上 这里是挤得水泄不通了 每一张桌子边上 都坐满了南客 那些带着女人同来的 都到楼上的包间里去了 逝者们 拖着酒瓶 酒杯 和一刚刚 铺着白沫的麦酒 在他们中间 穿来插去 一桌子青年男人 在那里唱歌 一只脚里 有几个人 在那里拉提琴 却并没有人 去听他们 琥珀走进门去的时候 有四个醉得 十分兴奋的年轻男人 刚从里面冲出来 不为了怎样 一点纠葛 要去决斗 他们的衣着 都分明是上流人 但他们碰撞了琥珀 却连一声道歉也没有 当时 琥珀脸上戴着面具 头上罩着风兜 把一件大衣 围得紧紧地 踏进里面去 那四个人走了之后 他就站在门口 探头探脑地 搜索着 那个烟雾腾腾的酒间 仿佛寻什么人寺的 一会儿 老板走了过来 夫人 他一看那老板的神器 就知道 他把自己 当成一个什么人了 一个居住在修道院 一类地方的 大家闺秀 因他从前 在皇家萨拉森 和玫瑰罐 平窗闲跳的时候 常常看到 这样的女人 进出马车 或是站着 跟驱缝的男人说话 或是拿个仙令 扔给叫花子 他一看惯了 他们怎样撩起裙子 怎样拉上手套 怎样对跟班们说话 怎样是扇子 都学得很像了 这种女人的态度 总都像自己有主见 满不在乎 对于周围的世界 和自己的地位 都看得十分透彻 把差不多的人 都不放在眼里 他深知 自己要学得 像个这样的女人 绝不能单学 他们的口音 必须把他们 对于生活的态度 学得活像 这也是他学得极好的 我在找一位先生 他温柔地说道 他要到这里来会我的 说实 他只瞥了老板一眼 仍旧向房里搜索起来 也许 我可以帮你找找他 夫人 他穿的什么衣服 是个什么样的 他的个儿很高 黑色的头发 我想 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 向着金边 老板掉转头 向屋里看了一圈 是那位先生吗 坐在右手 角落桌上的那一位 不 不是那一个 该死的 这家伙 一定是来晚了 他十分懊恼地 扇着他自己的扇子 对不起 夫人 也许 您不如到隐蔽点的地方 去等吧 我也情愿这样 不过 如果 我跑到隐蔽的地方去 他就要找不到我了 我不会在这待久的 我懂你的意思 是把我当做一个 已经结婚的女人 现在来跟情人密会 必要被丈夫 或是熟人看见似的 你领我到一个 妥当的角落里去吧 我再等这家伙几分钟 老板就将他领进 酒间的里头去 一路挥着手 推着热轰轰 而又喧嚷的人群 琥珀觉得 自己虽然从头到脚 掩蔽着 那般飞流呼客 却都要旋转头来看看他 因为他身上的香气 太有魅力 他那件大衣 是黑潭头 从一个阔太太那里偷来的 所以也显出 他仿佛很有钱 他找到鸡脚一张桌子边 坐了下来 虽然并不想要什么喝的 却把一个银币 放进那个老板手里 谢谢你 先生 他坐定了之后 就把他的大衣领 落一点下来 正好可以露出 他的低领口 一面轻轻摇起他的扇子 又疲倦地 小小叹了一口气 然后迅速地 向全屋子撇过一眼 他接触到了好几双眼睛 几个人的微笑 和一个人的葫芦大嘴 于是他立刻把眼皮捶下了 他可不愿意 人家把自己当作一个婊子 不到一刻钟时间 他就把那般人检视过一遍 发现至少有一个年轻人 分明合他之用 那人坐在一张 离他七八英尺的桌子边 跟四个同伴在那里打牌 但是他的头频频回转来 朝他看 凡在公众场合 大多数女人都是戴着面具的 所以男人要知道 他们美不美 只有从一些所谢地方去审定 例如从风兜里露出来的 一束头发的颜色和光泽 一双眯封着的眼里露出来的光芒 和一张美丽的嘴的曲线之类 现在 他觉得 那年轻人的眼睛 又向自己这边射过来了 他就向他瞥了一眼 同时嘴唇上面 装出一个轻微的 几乎没有的微笑来 那人立刻 放下他手里的纸牌 把椅子往后一推 摇摇晃晃地 向他走来了 夫人 他停住了 毕恭毕敬地 让壳了一声 夫人 你允许我 叫一杯酒来请你喝吗 琥珀本来把眼睛看在别处 现在突地回过脸来 现出惊慌的神色 先生 那个年轻人觉得有些尴尬起来 对不起先生 我并不敢唐突 你 可是 我想 你也许觉得寂寞吧 我在这里等一个人 先生 我并不觉得寂寞 如果你把我当做一个妓女 那你就错了 我想你要交好运 不如去找那边那个女人吧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他的扇子来 向一个刚刚进来的女人那边一指 那女人不戴面具 一件大衣敞开胸口 把两只奶子几乎全都裸露出来 眼睛咕噜噜地在那里看来看去 当那年轻人回过头来看他时 琥珀注意到 他手上戴着四个戒指 大衣上面盯着金钮扣 中心都镶着细小的钻石 又看见他的刀鞘是银子的 并且拴着一个庞大的水塔皮的手拢 挂在一条很阔的波纹缎带上 他向他鞠了一个僵硬而庄严的躬 对不起 对不起夫人 我是不玩热一套的 告诉你吧 再见 夫人 说着他掉转头 预备要走了 可是 他叫住了他 先生 他回转头 他就向他微笑笑 眼里露出魅惑的神情 我刚才说话鲁莽 请你原谅吧 我想 我是等人等得神经过敏了 你要请我喝酒 我不推辞 并且 谢谢你 他微笑笑 立刻言归于好 坐下来 叫适者给他送香槟 给自己送白兰蒂 他告诉他 他叫伯导墨 是个学生 住在林肯馆 然后他也向他请教 他却装得冷冰冰 疏落落的样子 仿佛他的名声太大 不便在大庭广众中泄露一般 于是那人瞪着眼睛 勘劳他 他就知道 他把他什么郡主 什么伯爵夫人之类的 在那里瞎猜了 他们慢慢地戳着酒 无聊地谈着天 后来 一个卖言语的小女孩 走到他们桌子边来 问他们 要不要他唱支曲子听听 他们就都手啃了 那女孩子约莫十一二岁 身上破破烂烂 一双手脏得漆黑 头发乱砰砰 鞋子前头戳出了脚趾 但是他的声音 非常清晰而成熟 而且他有一种 轻飘快乐的神情 使人见了如发麻的舌头 尝到了仙局的滋味 他唱完了 那伯导墨很慷慨地 给了他好几个仙令 分明是要在他面前 摆摆阔绰的意思 你的嗓子很好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朱娜丽先生 谢谢你了先生 他向他们咧了一咧嘴 刷得行了个万福 然后穿过人群 找到另外一张桌子边去了 琥珀装出不耐烦的样子来 你们这帮男人 真是叫人可恨呢 他终于嚷嚷起来的 他不知道见了什么鬼 竟敢对我这么放肆 我非让他吃点苦不渴 告诉你吧 真的 这人简直是个糊涂虫 竟会叫你太太这么等着 伯导墨奉承道 其实他朦胧欲睡 眼睛已经失了神 但是这话仍旧说得很清楚 我下一次一定要惩戒他 叫他从此再不干这样 说着他开始捡起他的东西来 手拢扇子 手套等等 谢谢你的酒 先生 我不高兴再等了 他落下了一只手套 微微弯下身子去拾他 他也急忙弯下身子去带他拾去 趁机向他胸衣里窥探了一眼 急着站起来 他觉得整个身子都在打转 急忙将头拼命地摇着 想要摇清楚他 我来送你上马车吧 夫人 他们向门口走去 伯导墨很庄严地走到他的身后 他的朋友们都在那里大声嘘笑 他也不去理他们 你的车子等在哪里 夫人 怎么 我是坐出租马车来的 先生 他答道 一死之间 表示女人出来和情人优惠 绝不会坐自己家里的车子 以致别人认出来去通消息的 我看那边一部车子是出租的 你可以替我去叫来吗 我抗议先生 像您这样一位阔绰的太太 可以半夜三更坐着出租马车 在外面瞎跑吗 呸 他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在他面前摇了摇 以示告诫之意 呃 我自己的车子就停在那边角落里了 请容许我送你回家吧 说着 他就把两个指头放在嘴上 吹了一声口哨 他们爬上了马车 就由舰队街向沙滩那边出发了 那伯导墨缩在他的一只脚里 时时样壳着 一手不住地攀在车窗旁边的 一个皮环上 琥珀 惶恐他要睡去 终于对他说道 你还不认识我 是不是 波先生 呃 怎么 哦 呃 还没有呢 夫人 难道 我本来认识你吗 他觉得 他将身子 靠过来 仿佛他 仿佛他要从黑暗里去尝试着辨认他的面孔 哦 你在戏院里常常向我微笑去供呢 哦 是吗 嗯 你是坐在什么地方的 什么地方 当然是包厢里咯 因为 体面女人 赵丽除了包厢不作 她的口气 带着点埋怨 不过 仍旧仿佛是在戏弄她 嗯 也许是昨天 啊 也许是前天 你不记得 一个女人向你微笑示意吗 哦 天 我真想不到 你会把我忘得这么快 啊 你当时把我看得是会落魄了呢 哦 呃 我 我 我并没有忘记你 自从那一刻起 你的影子就一直在我心上了 嗯 你是 三天前 坐在王家包厢前排的 穿着一件很美丽的裸身衫 头发盘起来 一双眼睛 酥得整个世界都无比 哦 天 夫人 我并没有忘记你 哪里会忘记 哎呦 我简直被你销魂了 我可以堵住 我实在 是爱上你了 夫人 她的情绪渐渐高涨起来 琥珀就越发变得羞涩了 拼命往车角里缩 在黑暗中痴痴地笑起来 了得那博倒墨 心仰难抓 不由地伸过手去摸索着 随即起了一阵 小小的挣扎 琥珀先是让步一点 那人就更放肆了 静着伸手进她胸衣里去 琥珀吓得大叫起来 拼命将她挡开 她激动地喘不过气来 对她脸上喷着一股难闻的酒气 然后突然 她向她脸上送去一记清脆的耳光 你见什么鬼了 先生 你把我当作一个什么人 竟敢这样地放肆 她被这耳光过醒过来 觉得非常地羞愧 将身子缩退不叠 请你调恕我吧 夫人 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就忘记了我平时的教养了 可不是 像你这样求爱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万分抱歉 夫人 可是我爱慕你好久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你所爱慕的那个人呢 也许我并不是你的一中人吧 一定是的 绝不会错的 是是是 我觉得自己热得头发烧一般了 说着她又动手动脚起来 因而又起了一阵挣扎 但这时车停下来了呢 真是挤上人了 她一面说 一面将它挡开 你替我乖乖地坐着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 说着她整整外边的山子 拉拉里面的胸衣 又按了按头发 这时车门打开 博党墨晃晃当当先下了车 然后伸手将它掺下了车 那车子停下的地方是公街上一座新房子的门口 离开修道院方场不过一段街坊 他们走到那门口 他又搂住他亲嘴 在这当家 他已从手笼里摸出一柄钥匙凑上了门锁 今天晚上我家先生出门了 你可以陪我去喝一杯酒吗 波先生 他含糊地说道 然后推开它 自己先踏进去 博党墨紧紧地随在他的脚后跟 到了通道里 他想拖住它 他却先将它甩拖了 管子走上了一条七龟的楼梯 又推开了一扇门 他踏进门之后 又探出头来 朝底下看了看 见他笑嘻嘻地正在那里看他 眼睛里充满着期望 其实通道里点着根蜡烛 所以他的这些表情都看得出来 这时黑潭头突得出来 他手里的沉重棒锤落在他的脑壳上 他脸上的微笑立刻冻结起来 眼睛往上翻了一番就一下子栽倒在地板上 像木匠用的一条折尺一般 古魄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即将一只手闷住了嘴 因为那人眼睛里那种控告的神情 是他的良心大受责备了 可是黑潭头已将棒锤装回口袋里 正跪在那人身边剪下他身上钉扣子的那条鞭 他站在上面撑着眼睛看着 他不慌不忙地做着他的活 将那苦鬼翻了个身 摘下他背后的扣子 掳下他的四个戒指 借下他的刀子和手拢 搜索过他全身的口袋 这时琥珀看见黑沉沉一缕鲜血 从他头里流到鹅角上来 便禁不住大声哭出来 你杀了他 你杀了他 不要想 他并没有受伤呢 说着他抬头向他咧了一咧嘴 你见什么鬼啊 亲爱的 见到一点血就下得这个样 我打破了他的脑袋 不过要他下次脑子清一清 像这样的急色鬼 我们不来收拾 还是有人要来收拾的 你瞧这个吧 黑潭头请起一只金表 看起来总该值十五磅 吊大色是得画好玩的 现在来吧 我们可以走了 他将那人的手足捆扎起来 就同琥珀 闲步走路了 琥珀走了几步 又回转头看了看 可是黑潭头催他走下后门的台阶 当即跳上一步 等候在那里的马车而去 这一天晚上的成功 实在是轻而易举 使琥珀觉得有把握起来 相信自己不久就可以弄到钱 脱离白衣僧镇了 他觉得这样的冒险倒也有趣 就只怕搏挡墨头上的一击 使他不免欠染 至今还对他的生死 身怀关切 第二天 陈宝儿送上早酒去 他喝过了 就套上一件寝衣 跑到楼下去 红帽子老奶奶和黑潭头 在客厅里谈天 都好像兴高采烈 琥珀 轻飘飘地对他们招呼了一声 又摆了一摆手 心里抱着十分把握 准备着他们对他恭维 红帽子老奶奶给了他一个温热的微笑 走啊 亲爱的 黑潭头刚在这里说 你昨天晚上的事情干得像个老手呢 他说 你以那小鬼落进圈套的那种手段 怕连一个犹太人的眼睛也变不清呢 现在你自己也总明白了吧 事情是多么容易 多么安全 古破现在知道他们需要他 就有意谋自己的独立 他怂了怂尖头 是啊 我也这么想 嗯 请把我的分头给我吧 他伸出了他的手 亲爱的 你这回是拿不到了 我们已经替你扣了你的账 扣了我的账 当然了 你倒以为吃的 住的 养孩子 都用不着花钱吗 他开出那张放账册的抽屉来 拿出了一张写的清清楚楚的单子 将他交给虎珀 虎珀站在那里 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 觉得莫名其妙 他不晓得那上面开的是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学过读书写字 可是他想起了自己出了这么大气力 帮他们弄来的钱 竟一文都分不到手 就不由的大觉惊慌了 至于那一些费用 虎帽子老奶奶说过 不要他的 他觉得自己受了骗 不觉愤怒起来 一会儿 他抬起头 正开口 想要说话 却见虎帽子老奶奶 从门边一个钉子上 举下他的大衣 穿在身上 出去了 这儿 琥珀将那账单 向黑檀头一塞 就这儿 你念来给我听 黑檀头接过手去 将那账单一项一项 慢吞吞地念起来 琥珀一项一项听下去 把眉头锁得一重 伸死一重 现在 事情弄得一团糟了 他的债 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起来 于是 他充满了强烈的绝望了 那张账单的项目 开得很清楚 三个月的住宿和膳食 三十磅 生产床上用的入单 四磅四限领 为婴儿时洗礼的牧师费 二十一磅 产婆的节生费 三磅三限领 洗礼的晚餐六磅 为奶娘十五天的工资 一磅 给琪奶奶领孩子的津贴 十磅 给琪奶奶随时带孩子来的费用 五十磅 改制绿色衫子的裁缝手工费 六仙领二便士 总共是六十二磅 三仙领二便士 哦 我的天哪 琪珀愤然地喊道 我倒是诧异 我用了他的马桶 他还没有开账呢 黑潭头咧开嘴来 这你放心 他会开的 于是 琪珀对黑潭头也怀恨起来 因为他知道 他能够替他付账 也能够替他还钱 一点不会为难 然而 他竟不肯帮忙 他因而把他恨入了骨髓 连他当初把他救出新开门的恩惠 也忘得干干净净 他平日给了他一些首饰 他想拿去当掉 却也还不清他的债务 又想 他当了一样少一样 从此就没有首饰可带了 照这情形看起来 他好像要在白衣森镇永远住下去了 所以第二天下午 高米格到来 重新提起要把他带去 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刻答应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马上就下来 我要去拿我的大衣 我还有一件新的衫子 说着他就已经走出房去了 米格在他背后喊住他 你随他去吧 我另外做一件大衣给你 可是他装作没有听见 管自跑去了 因为他还有好几样东西想要带走 一把花边的扇子 一双绿色的丝袜 一对假金的耳环 还有那一只小鹦鹉 他在屋子里忙乱着 当时那座房子里的人都出去了 他要趁没有人回来之前溜出去 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扔进了一条被单 急忙地捆扎起来 来吧 他对那鹦鹉说道 咱们今天在这天沙的避难所里 已住够了 于是他一手拿着鸟笼 一手拿着包袱 匆忙出了房 走下楼去 谁知道他刚刚走下半级楼梯 就张开嘴站住了 因为楼下的门突然打开 黑潭头挺身站在那里 那庞大的身躯 把光线都挡住了 他吓得嘴都合不拢 黑潭头 底下是黑的 他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但听得出他声音深沉而粗哑 好啊 你是预备走人了 慢慢地 他从楼梯上迎了上来 他只得站在那里看着 等着 突然他觉得害怕他了 但是见他跟卑斯发过脾气的 知道他发起脾气来非常暴躁 你这忘恩负义的小淫妇 我要扭断你的脖子 琥珀的勇气忽然回来了 你 你给我站开 他嚷嚷的 我要脱离这个肮脏的地方了 我不要等他这里 跟你们一起去剿杀 这时 他已经走到他底下一步 他已看得出他的脸 看见他那薄薄的嘴唇 紧紧贴在他的牙齿上 他漆黑的眼睛闪着光 我要你在这里待到及时 就及时 现在 上楼去吧 上去 我说 他们站在那里 相向瞪视了一会儿 突然 他向他的小腿 踢了一脚 并且一头 撞上了他的戈指窝 想从他身边冲过去 米格 他尖声叫了起来 黑潭头不觉呵呵大笑 他伸了条臂膀 将他悬空举起来 一撂撂到肩膀上 大步爬上了楼梯 米格 他轻蔑地重述他的话道 米格 你想跟这个稻草人 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呵呵呵 说着又是一阵呵呵大笑 在那狭窄的楼道里 听平琥珀口里尖叫着 拳打脚踢着 他一点都不去理他 直至走进了房间 他才猛地将他往地上一撂 那一振动 从他的脚跟直连脑壳 他昏云过去 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 你这天沙的黑潭头 他向他大嚷道 你是想害死我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要我待在这儿 跟你们一头被捉 可我不愿意 你知见吗 你听见吗 你听见吗 我既要走就非走不可 说着 他又向门口奔去 气势汹汹 打算奔出白衣僧镇 立刻投入一个寻补的怀里去 黑潭头等他快走到门口 不慌不忙地伸出手去抓住他 将他轻轻一拉 拉到身边去 仿佛他是一个玩具 站住 你这小傻瓜 你简直像个降神的 在乱说话 老实告诉你吧 只要我在这里一天 你是出不得白衣僧一步的 将来我去了 我就随便你去了 你可是我花了三百磅 把你从新开门里弄出来 不见得白白让人家去享福啊 琥珀又愤怒又诧异地瞪着他 因为他从前一直都相信 他是爱他的 又以为一个女人 对于爱自己的男人 总是很容易利用 这是对于他的自负的 一种锋利而羞辱的创伤 因而他愈加对他痛恨起来 当他回答他的话时 他的声音低沉而紧张 愤怒之中带着笔薄的意思 黑蛋头 你这痴人的毒蛇 我真 我真把你给恨上了 我希望你立刻被捕 我希望你被拿去绞死 拿去千刀万剐 我希望 他突然地转身 一头倒在床上 呜呜大哭起来 晚饭也不肯吃 第二天早晨 他还是怒气冲冲的 忽听见有人在敲门 他想 大概是黑盘头 拿了什么礼物 要来向他求饶讲和了 便向门口答应着 叫他进来 那时他正在梳妆台上擦指甲 并没有回过头去 可是镜子里面照出 卑斯的脸 他急忙掉转了头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卑斯的态度 出乎意外地柔软而合掐 我不过来说声早安 琥珀却想 他大概是特地来向自己夸耀的 因为黑盘头昨晚上和他睡过觉了 因而他不去理他 可是卑斯走过来 抚到椅背上 靠着他的肩膀 我听说 你跟黑盘头昨天下午 你要干嘛 如果你真要离开白衣僧镇 如果你答应了我去之后 永远不回来 我可以给你那笔款子 琥珀一下子跳起来 抓住卑斯的手腕 我答应你 我的天 我答应你 我要走得越快越好 我要 款子在哪里呢 款子是我的 是我平时积蓄起来 以备黑盘头不时之需的 现在滚在红帽子老奶奶那里 可是明天晚上可以拿回来了 我将它放在厨房里的粮食库里 到时候你自己去拿好了 但是到了时候 琥珀并没有找到钱 再看到卑斯 见他一只眼睛上一块乌青 一边面颊和下唇都高高肿起 分明他们的计划被黑盘头发掘了 从此 卑斯对琥珀的憎恨和妒忌 就不再加以掩饰 不过几天之后 琥珀就发现 家里养的一只猫的嘴上和爪子上 都沾搭着戴帽色的鸟毛 卑斯历变 他对这桩事完全不知道 但是琥珀已经把那只鹦鹉的笼子挂得高高的 猫儿没有人帮忙 是无论如何抓不着他的